小狮回来了,震动荒狱,他从不老山归来,昏迷着,浑身是伤,不断溢血,进入狮国皇宫。天下宣废,荒狱大地震,这意味着,十号彻底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命不久矣。 虽然一直有传言他会死去,但毕竟还没到那一步,也许能发生奇迹,他或许可以挺过来,度过这一劫。 可是现在看来,尘埃落定,到头来,这位迅速崛起,惊艳天下的少年,至尊走到了人生路的尽头,再也没有办法救治了。 天下大阵,所有人都在谈论,很多人惋惜,无比的遗憾。 十皇,何其的绝艳,就这样死去,太可惜了。 与神开战,解决了大患,最终自身却要落得个生死倒消的下场,何其不公,何其悲凉。 各地都在热议,天下各大叫皆知,虽然早已猜测到这个结局,但被证实后,还是让人叹息。 小时其实很可怜,自幼就被人挖走了至尊谷,衰弱不堪,几乎死在墙堡中。 随后他被放在一个偏远的山村,自幼没有父母相伴,靠自己顽强地活下来,最后只身一人走出大荒,一路纷争,凭自己崛起。 可惜啊,到头来,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许多人知道了十号的绅士,了解到他的经历后,一阵唏嘘,这还真是一个命运多舛的少年至尊,过于坎坷。 但凡了解到他绅士的人,都很同情,看似强势的石黄,无比绝艳的小石,其实很可怜。 他终究是没有逃脱命运的枷锁,幼时靠自己撑过死结,可是长大后,依旧要这般悲凉落幕。 可惜,可叹,可悲,天下皆叹,也不知道多少年没有这样的事了。 巴欲共同在谈论一个人的话题,都一阵摇头,为他而感到遗憾。 而也正在这一日,更多的大教强者,跨欲而来。 不少人来探访,算是宋行,想见上他最后一面。 人们知道,从此以后,世间将再无小石。 感念其功,撕其战绩,各教大受触动,大多数人都持着善意,来到石国。 一时间,石都人满为患,所见大多数都是修士,要为小石送行, 尽等一个令人黯然的结局,落下落幕。 石国,皇宫,三大尊者,与石国的诸多王侯,以及石村的人,并没有放弃,依旧在想办法。 为了救石号,湛王,彭王等恳请石村的人,将石号先留在宫中,先不要带走。 他们张贴榜文,告知天下,只要能救活石号,只要有办法,石国愿意接受任何的代价。 消息传出,各大道统,众多大教等,不少都有所行动,送来了一些药草, 以及古老的单方。石村的人也在行动,祖祭坛开启, 这些人踏进通道,去搬各种所谓的祖器,送到石国来,进行所有的尝试。 可以看到,他们搬来古老的顶,有黑的古墓,还有莫名的怪石等, 但凡是一些老物件,全都被带来了。 没有人笑他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些朴实的村人在尽最后的努力, 希望有奇迹发生。 这块墓,可能是雪龙墓,本身就是宝树,并且浸染过龙血,价值连城。 湛王吃惊,他今年一到,对草木,灵药等支支甚深, 意外发现,一块暗红色的墓块,竟然是一块珍贵的神木。 这种东西熬煮出来的药液,有龙血精华,也许能有一定的奇效。 这个铁疙瘩,不,这不是铁块,这是一头神虫的驱铁。 神医张仲也跟来了,翻看那些老物件,捡起一块黑色的物体, 撞弱铁块,敲在上面铿锵作响。 他相当地吃惊,仔细辨认,这是一种名为黑金虫的神虫, 可以入药,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神虫。 显然,这条虫子成年了,虽然只有一尺长,但药性十足, 它卷曲着,跟铁块似的。 人们不得不惊,石国祖地当年真是了不得, 这种成年的神虫有神级的战力,居然被击杀,丢在村中。 了不起,了不得呀,所有人都惊叹。 想炼制九转神丹的话,这黑金虫是一味必不可少的主要, 可惜,材料差了很多,不然我们可以尝试炼制。 战王探道,相传,九转神丹一旦炼成, 只要浮下去,可以立地成神,这是世间最吸争的神圣古药, 自古至今,在下界只有几人炼成过。 可惜,想要炼成此丹,需要多种神级药草, 不然根本就不用想。 太过缥缈了,不然若是有此丹, 十号说不定还真有活下来的希望。 这丹,世间不可取, 数十万年都难以见到一炉。 张仲摇头,众人一探,终究是太过虚幻了。 所有人都在翻看这些老物件, 可惜,能有两桩惊喜,已经算是出人意料了, 再也没有其他特别的药槽等。 不过倒是发现了一件祖器,很强大, 但那只是兵器,不能救人性命。 石村的人低沉而失落,没有任何办法了。 祖祭坛发光,毛球还有小红出现, 他们一个失去了半截身体,一个断掉了双翅, 都已经伤残,伤势很重,行动不便。 但依旧还是来了,这是两尊神, 着实震动所有人。 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两大强者黯然,苦思了所有方法, 都有摇头,深深的无奈。 这件东西,也许有点用。 毛球道,带着一个蒲团, 那是十号临去大战前,放在石村的, 这个蒲团得自昆蓬巢, 是昆木编织而成, 那是世界书的枝条。 可惜了,经历了太漫长的岁月, 所有精气都散逝得差不多了, 不然的确有大用。 张仲探道, 这是荧桃树的果子, 我们都采摘来了。 石飞交道, 小心地递过来一个玉盒, 当中有荧光闪耀的桃子。 这是十号从百段山挖回来的准圣药, 栽在石村, 而金早已成熟, 一直不曾采摘, 直到今日才派上用场。 还有一滴神酒, 也是得自昆蓬巢。 毛秋道, 他当年曾经跟石浩一起去过北海, 自然知道这些。 不用了, 不要再浪费任何东西了。 石浩摇头, 他深切明白自己的情况。 此时依旧在刻纳昆蓬法, 任谁都阻拦都无用, 偶尔人们会听到他胸部传出一声轻响, 显然他的至尊骨在裂开。 这实在是在消耗生命, 让所有人都神色难看, 却无力相阻, 因为这是十号最后的心愿之一。 他将世界宝盒内的各种东西, 都留给了石村, 还想将这种法传下来。 孩子, 娘求你了, 不要这样了。 秦一宁抱着他的手臂, 欺伤无比, 有失落, 有迷茫, 有痛苦, 还有懊悔。 他想救长子, 可是却也怕次子死掉, 短暂地迟疑, 竟错过了止骨的最佳时间。 身为一个母亲, 他舍不得任何一个孩子, 可是这种抉择太过痛苦, 难以取舍, 这是人之常情, 无论是谁, 都没有办法。 如果可以, 他愿意用自己的命, 去换长子的命。 石子灵则是瞪裂了眼角, 有血在躺, 他深深地自责, 痛苦地握紧拳头, 趾骨都快被钻裂了。 父亲, 母亲, 你们不要自责, 这样我心里会很难过, 人都有一死, 我现在感觉很充实。 十号开口, 不想他们难过。 这一日, 不断有人来访, 进十国都城, 要为十号送行, 都知道, 他将陨落了。 这比去布老山的人, 还要多很多倍, 人满为患, 全都在一轮。 只是, 九成以上的人, 都被阻在了宫外, 十号需要静养。 慢慢度过最后一段时光, 太多的人实在嘈杂, 虽然是好意来见, 但不可能都让入内。 在宫中, 只有萧天, 九头狮子, 湛王, 石村的人在, 其他都被拦阻了。 最后, 有侍卫来禀报, 上界的贵女蓝羽, 红黄, 水月等, 以及上界其他一些奇才求见。 秦依宁一正, 道, 请他们进来。 他想到了洪黄族中的宝树, 也有涅槃法, 与凤凰有关, 威力其强, 想不惜一切代价, 换取过来尝试。 宣明, 碧谷, 蓝羽, 水月等感慨, 见到十号后, 都不敢相信, 昔日让他们倍感惊艳, 强大无比的小石竟衰弱, 成了这个样子。 可惜啊, 可惜, 他们暗自摇头, 还曾想拉拢呢, 结果出了这样的事。 小石从九天上跌落下来, 这些天才, 有些人的心思立刻就变了, 小石注定要沉寂, 便是真发生奇迹活下来, 也难有作为了, 因为至尊骨毁掉了。 哎, 这是无解的, 仙殿的青铜秀记诅咒, 只要沾惹上, 还从未听说有谁活下来呢。 宣明摇头, 秦一宁将红黄拉到一边, 同他相商, 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换取他们那一族的涅槃法。 彭九也是心头一动, 道, 火国有朱雀法, 他们的浴火重生涅槃法, 经验时间, 如果也寻来, 未尝不可一世。 火国的一位老王爷来了, 想送小石一城, 立刻被寝入宫中。 最后的关头, 无论行与不行, 他们都想一试, 结合五行涅槃法, 朱雀涅槃法, 以及与真黄有关的涅槃法, 最后一搏。 火国的老王爷很痛快, 最后答应, 将涅槃法交给了十号。 红黄虽然心有犹豫, 那是, 他们一族的不传之秘, 不能泄露, 但经过秦一宁一再恳求, 须以五行涅槃法交换, 也答应了。 十号很平静, 他也不想扫了众人的心绪, 默默记下来, 用以配合疗伤。 可惜, 一切又都失败了, 这宣告了十号性命将走到终点, 再也没有任何办法了。 在绸云惨淡中, 石子凌站起身来, 向外走去, 秦英灵有感, 回头看向他, 道, 你要去哪里? 神颅谷? 石子凌答道。 众人闻言, 仔细思索, 不知这是什么地方。 唯有张重变色, 他知道, 那是一处诡异之地, 那座山谷壮若一个神颅, 妖异无比, 有很多古怪, 一般的人进去后, 常会有灵异发生, 丢掉性命。 可是, 一些古代大能去探索, 便寻神颅谷, 什么都没有发现, 并无异常之处。 最为离奇的, 也是让他得以被一些人知晓的原因是, 曾有强者以自身血迹, 以最虔诚的心祈祷, 为同伴求道过一枚九转神丹, 但这并未被证实, 只是一种传说, 因为, 后世一些人被逼上绝路, 也曾前往那里, 无比虔诚, 可是全都白白血迹了自己, 什么都没有得到。 不久前, 石子林听众人提到九转神丹, 动了心思, 想起了这些事, 此刻要去冒险一波。 张重摇头, 劝他不要去, 并且当众说出了这些密文, 所有人文言都立刻变色, 我与你同去, 秦宁宁坚定无比, 两人急速冲了出去, 并不做停留, 他们联手施展了一种宝树, 处理十度, 一定要将他们追上, 我不想留下遗憾。 十号请战王出手。 好, 战王点头, 追了下去。 十号相信, 以战王的速度来说, 不成问题, 毕竟已是尊者。 众人私存, 真的再也无任何办法了, 能想出的手段都动用了, 毫无生路可言。 如果改变不了什么, 就准备为十皇送行吧。 一位老王爷叹道, 这一日, 十国开始准备, 知道十号命不久已, 允许各教强者前来, 送他最后一程。 这则消息一出, 天下阵战, 真预示着小石随时会离世, 生命走到了终点, 将彻底消失。 八玉接阵, 海足一只, 很多强者赶来, 进入十都, 这意味着, 一切终究都是无法挽回了。 战王截住了十子林夫妇, 他们黯然, 若非被逼到这一步, 实在没有办法, 又怎会相信, 那等离奇的传说。 父亲, 母亲, 能够在最后的时刻, 与你们在一起, 我就很开心了。 十号道, 这个夜晚, 张重醋眉, 预言十号最多还能活一天多, 没有任何希望了。 组长石云峰声音发颤, 要带着十号立刻回去, 满足他最后一个心愿, 安于石村。 再等一等, 我跟他们道个别, 回到石村, 便再也不出来了。 十号清语, 十号见到了很多人, 包括各教的教主, 一一点头, 谢过他们, 前来送上最后一程。 毫无疑问, 这个夜晚算是一场盛况, 只是一切都在无声中进行。 难得的是, 十号一直很清醒, 用张重的话来说, 这是回光返照, 在最后的时光中, 他或许不会昏迷了。 夜深人静, 十号与秦号相见, 偌大的宫殿很空旷, 没有外人在此, 只有他们两人。 该说的话都已说过, 十号对这个弟弟, 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照顾好父母, 此时两人间显得有些沉默。 哥哥, 你恨我吗? 秦号问道, 我什么要恨你, 我们是兄弟。 十号平静地说道, 我想变得更强, 成为天上地下第一强者, 会守护好父母的。 而这一次, 没有能救下你, 秦号轻语, 是我自己命不久矣, 这怎么能怪你? 十号摇头, 如果时间还来得及, 没有耽搁, 我将仙谷给你, 不会这样, 你拥有两块骨, 未来注定会成为世间第一强者, 谁也不是你的对手。 秦号轻声说道, 十号文言, 若有所思, 他没有接这个问题, 道, 我虽尽力了, 但只将昆蓬法课, 写出一半, 将留给十足。 秦号没有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很长时间, 空旷的大殿中都没有声音, 非常的寂静, 两人陷入沉默中。 直到又过了很久, 十号才开口, 道, 你觉得, 一个人如果拥有两块至尊骨, 将来就可以天下第一吗? 还有谁可敌? 秦号反问道, 你提到这个问题, 让我想到了上见, 既然不止一个初代, 说不定也有人得到了第二块骨。 十号道, 秦号一呆, 他不曾听说过, 这绝对很惊人。 十号很严肃, 道, 我觉得, 有几块骨不重要, 那并不是世间第一人的路。 如果有一天, 你有自信, 觉得, 可以舍弃身上的至尊骨, 一块也不要。 那时你才算真正开始踏上了无敌之路。 秦号并不认同, 道, 如果有一个高起点, 为什么要舍弃呢? 我相信, 拥有两块骨的人会更强, 会成为第一至尊。 这样的人, 上界或许早就有了吧。 十号清语, 而后他盯着自己的弟弟, 道, 如果你觉得, 这样可以成为最强者, 那我给你机会, 让你飞得更高。 可是你要想好, 他不知道, 自己的弟弟是有意, 还是无心。 提到了这些, 不过这并不重要了, 他对至尊骨不在意了。 他将死去, 留下何用? 既然这个弟弟觉得, 拥有两块骨, 可以在上界成为最强的人之一, 那就给他。 十号觉得, 不管这个弟弟是怎样想的, 他都是父母所生, 将来还要靠他照料父母。 湛王, 彭王, 张仲神医, 十号召唤这些人。 陛下, 几位老王都看着他, 我要将至尊骨送给我的弟弟, 你们护法。 十号说道, 他怕几人生出误会, 喊到这里解释。 什么? 陛下不渴? 几人大吃一惊。 哥哥, 秦浩也张嘴, 不知道说什么? 不用多说。 十号向来是一个果决的人, 便是在这种虚弱的情况下, 也是如此。 毛子中有神盲射出, 让所有人都难以开口了。 他的躯体本来就满是裂痕, 此时用力一振, 胸部直接裂开了。 十号镇定而果断地将那不足三分之二的残骨取出。 这块骨依旧银白, 但是充满疮痕, 是硬拼接在一起的, 绽放出锐霞, 便是离开身体, 依旧像是有鲜光在燃烧。 陛下! 湛王, 彭王心都在颤, 小时这是何其的霸恋, 临终前竟有这等举动, 让他们老泪纵横。 张仲神叶, 请帮我弟弟接骨。 十号说道, 平静地坐在那里, 自己用力, 闭合胸部, 虽有鲜血躺出, 但他窥然不动。 十皇? 张仲震惊, 没有想到最终竟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十号反倒将至尊骨给了自己的弟弟。 冥王, 彭九, 湛王一起冲了上去, 帮十号止血, 为他疗伤, 他们心中发毒。 很快, 十村的人知道了, 十子凌与秦一凌也得息, 冲进殿中, 全都在颤抖。 不要过分依赖这两块骨, 如果有朝一日, 化去他们, 以至尊血滋养全身, 让所有骨皆蜕变, 那也许才是另一种无敌路。 十号说道, 冲进来的人全都发抖, 脸色苍白, 难以相信这一切, 怎么会这样? 最终竟会是这个结局。 秦一凌大叫, 差点昏死过去, 扑到镜前, 抱住十号的躯体, 泪水模糊了双眼, 大声哭喊, 心如刀脚。 浩尔, 我的浩尔, 你不要死啊, 怎么会这样? 娘对不起你啊。 他抱着十号, 身体在抖, 难以站立, 回思过往, 想到这么多年来的所有, 他心中满是伤痛, 无比悔恨, 错过了太多, 一直不曾在长子的身边, 最后又要这样死别。 十号胸部躺险, 即将死去, 他也很伤感, 舍不得这一切, 安慰自己的母亲, 不要难过。 浩尔, 你不要离开娘, 不要死啊, 真的不要。 秦一凌满脸泪水, 当年就没有照过好十号, 他那么幼小, 一个人在五王府, 被人血淋淋地挖走至尊骨, 承受了太多的苦难, 何其不幸。 后来, 流落石村, 自此一别十几年, 分割在两个大狱, 从来没有照顾过。 而今, 竟又如此, 悲剧又一次上演, 眼睁睁地看着, 却不能救治。 至尊骨呢, 还回来, 快啊, 帮浩尔街上, 不要他死啊。 秦一凌哭喊, 撕心裂肺, 怎能如此, 长子没有被移植仙骨, 反倒将自己的骨送出, 何其得凄凉啊。 已经晚了, 十皇体内的至尊血不够多了, 难以滋养此骨。 而经离体后, 便是在送回去重新街上, 也无用了。 张仲说道, 不, 秦一凌双目无神, 痛苦难当。 母亲, 你不要伤心, 那块骨对我来说, 也已经没有任何效果了, 就不了我, 送给弟弟吧。 十号安慰, 是娘的错, 因此迟疑, 错过了止骨的时间。 秦一凌抱着她, 放声大哭, 充满了悔恨。 她舍不得长子, 也怕次子因此而伤, 一直犹豫, 结果时间过去, 便是想植入仙谷都不行了。 母亲, 你不要自责, 这怎么能怪你? 怎么能要弟弟的骨, 我是不会同意的。 怎能拿她的命去赌, 我自己经历过这些, 不会让她经历我所受过的苦痛。 十号轻语, 嘴角一血, 脸色越发雪白。 十子灵站在这里, 近乎目然, 虎目中不断有泪滚落, 口中喃喃着, 错在我们, 一再迟疑, 错过了时间, 是我们的错啊。 这将会成为, 我一生的痛与遗憾。 父亲, 不要说了, 你们这样只会让我难受, 真的与你们无关。 十号鼻子发酸, 她并不怪两人, 一是她绝不会要那块骨, 二是她也曾想过, 如果自己有两个孩子, 将做这种选择时, 会怎样? 那无疑充满了痛苦。 她知道, 这几日父母度日如年, 饱受折磨, 虽然迟疑, 错过了止骨的时间, 但这不应算他们的错。 我的号儿, 娘对不起你, 真的好悔恨啊。 这将是我一生的痛, 难以原谅自己。 秦一宁悲痛欲绝, 指节发白, 身体踉呛, 难以稳住。 石子林双目带着血丝, 低沉的咆哮, 回想这些年来的经历, 恍若一梦, 充满了自责, 有无尽的悔恨。 她与秦一宁觉得愧对长子, 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这是今生第二次, 看着她衰弱, 将要离世而去。 没有位号, 植入仙谷, 她反倒将至尊谷给了弟弟, 这是何其的凄凉, 石子林与秦一宁难以自意, 话语悲怆。 父亲、母亲, 这一切真的都不怪你们啊, 将那块骨送给弟弟, 也等于我生命的延续, 伴在你们身边。 听闻此话, 夫妻两人心中更伤, 泪水长流。 石子林嘶吼, 满头黑发疯长, 如同入魔了一般, 发丝垂到地面, 她眼中神光暴涉, 道, 想我石子林前二十年, 快一恩仇, 纵横天下, 无所忌惮。 这十几年, 被困步老山, 竟斩掉了桀骜, 磨掉了锐气, 葬掉了本心。 此生有憾, 自这一日后, 我要癫狂, 此生定要覆灭仙殿, 扫掉七神所在的传承, 再次立下血尸。 她咆哮着, 握紧了拳头, 背后一杆金色的绽毛浮现, 直指长空。 无论怎样, 都改变不了这一切, 十号生命无多, 谁都没有办法挽留。 石村的人眼睛早已红了, 围在镜前, 全都胸膛起伏, 呼吸急促, 握紧了拳头, 他们恨不得仰天大吼。 孩子, 他们低语, 热泪滚落, 他们知道, 再也没有办法了, 石浩将至尊骨兜取了出来, 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我想杀人。 石灵虎咆哮, 石浩没有得到仙骨治疗, 反倒失去了自己的骨, 让这位大荒中走出的汉子, 想大哭。 其他人也如此, 二猛, 大壮等差点暴走, 若非石浩呼唤, 不让他们乱来, 必要出乱子。 孩子。 组长石云峰拉着他的手, 想说什么, 却说不出口, 满是皱纹的眼角, 只有老泪滚落。 哥哥, 秦浩站在一旁, 轻唤了一句, 好好地活着, 珍惜所有, 照顾好父亲、 母亲。 石浩点了点头, 平静地说道, 我会成为最强的一猎人, 保护好他们。 秦浩说道, 石浩看向张仲, 道, 神医, 有把握吗? 可以平安地接骨吗? 张仲点头, 若是旁人肯定不行, 有很大的危险, 但二公子应该没有问题, 他体内早已运生出至尊血, 在滋养仙骨。 而今自然也可以滋养这块骨, 体内有神血, 自然可以接骨。 石浩是因为体内多了那些绿铜锈般的符纹, 而且至尊血耗损的严重, 所以接骨有危险。 石浩促眉, 道, 虽然是至尊骨, 远胜其他骨骼与血肉, 但上面还是沾染上了少许诅咒, 一定要小心。 这不是问题, 二公子体内有完好的仙骨, 可以磨灭那少许符纹。 张仲说道, 那快去进行吧。 石浩说道, 那块骨银白透亮, 虽然缺损严重, 且充满裂痕, 是硬拼接在一起的, 但依旧异一生辉, 绽放鲜光。 然而, 他带着血丝, 有点漆艳, 看在石村众人眼中, 是那么的刺目。 何其不公, 何其悲凉。 石子灵, 秦英宁全都难以接受, 抱住石浩, 哽咽着, 说不出话来了。 张仲带着秦浩, 还有那块骨铃去, 大殿中一片愁云惨物, 众人心伤, 不能平静。 湛王, 彭王, 凌王等上前, 默默为石浩检查身体, 灌注神力, 延长其生命。 怎么会这样? 萧天, 九头狮子, 下忧鱼等全部冲来了, 他们听到了消息, 倍感震惊。 店中挤满了人, 这些熟悉的面孔, 全都带着伤感。 虽然猜到石浩难以活命了, 但是没有料到会这样。 孩子, 我们回去吧。 老组长石云峰说道, 等一等, 石浩摇头, 他想看一看, 那块骨能否顺利重生。 小哥哥, 清风哭泣, 大眼通红, 当年是石浩将他带回石村, 而金却要这样分别, 再难见到。 石浩一探, 也曾想将那块骨迹与清风, 只是他体内没有至尊血, 贸然接续, 可能会死掉, 而且还可能会染上诅咒。 成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有消息传来, 秦浩接骨成功, 这绝对是一件大事, 两块至尊骨的少年, 何其恐怖, 注定要震动天上地下。 可是, 却没有人出言, 所有人都毫无喜色。 石浩当年不也是有重铜, 还有一块至尊骨吗? 还是败了, 小号才是无敌的。 二猛气愤不过, 上街肯定还会有这样的人, 究竟是否为无敌路, 现在谈还太早。 有人小声附和了一句, 走了! 十号轻雨, 祖祭坛发光, 开启了一条通道, 石村的人连夜上路, 带着石浩踏上了归城。 消息传出, 石国都城大镇。 宋石皇! 声音如雷鸣, 许多强者一起喊出, 镇得天雨摇颤, 整座都城晃动。 小石离开了, 也意味着, 就此告别尘世, 再也难以见到。 宋石皇! 这声音冲上了消汗, 响彻夜空, 众人一起大喊, 天摇地动, 所有人为他一起送行。 各教的教主, 一方的巨头, 诸多强大的人物出现, 这算是多年来 罕有的盛事, 可惜石国皇宫内 却是一片悲云, 难有欢愉。 清晨, 蓄日东升, 金灿灿的朝霞洒落, 照在人身上暖洋洋。 我还活着, 这种感觉真好。 石浩面色带着些许红润, 迎着朝霞, 躺在软椅上, 看着熟悉的石村, 心中满足, 心与身体都暖洋洋。 回来后, 这一夜所有人都很紧张, 怕他熬不到天亮, 便会离城而去, 都很压抑, 心中难受无比。 还好, 他还活着, 众人松了一口气, 露出笑意, 可是眼睛却也有些发酸, 想落泪。 真的很想留下, 永远留下。 十号清雨, 此时此际, 他鼻子发酸, 看着每一个人, 不想离开。 众人落泪, 全都伤感。 趁着现在, 我们去选一个地方吧。 十号说道, 让自己平静下来。 好, 选一个地方。 石飞焦说道, 十里外, 有一座矮山, 长有几株古松, 清泉古古, 是一个非常宁静的地方。 十号为自己选了一个藏地, 这不是什么领土, 很普通, 但却在这里, 却可以摇摇看到石村, 草木清新, 十分幽静。 就是这里吧。 十号轻声说道, 与此同时, 他脸上的血色消失了, 眸光渐渐暗淡, 强提着的那口精气神剑衰, 生命终于是要到了尽头。 不, 浩尔, 不要离开啊。 人们大叫, 扑向前去。 关于那个酬勤提价活动, 这是七点网站推出的一个活动, 我前几天就已经申请退出了, 今天应该已经通过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订阅的价格是否恢复正常了。 浩尔, 你醒一醒, 不能闭上眼睛。 孩子, 你要挺住, 才回来啊, 还没有好好看一眼石村, 不能这样离去, 你要活下来啊。 撕心裂肺的大叫, 欺伤的话语, 众人扑到近前, 抱起他, 向他体内输送神力, 要进行最后的挽留。 其实, 我也舍不得你们, 这样离开, 很满足了。 十号毛子暗淡, 没有神采, 他的确幽静灯哭了, 耗尽了所有的力量。 不行, 你说的, 要回到石村, 要好好地看一看, 不能这么离开。 大壮抓着他的手, 大吼道, 眼中晕着泪。 小号, 我们不准你离开, 皮猴交集, 要活着, 不要死啊。 二猛口本嘴咄, 说不出什么, 只在这里不断重复着。 十号看着他们, 大壮, 皮猴, 二猛, 胡子, 鼻涕娃, 这些人自幼相伴, 曾经一起去掏胸禽窝, 一起去漫山遍野风跑, 一起长大。 很多往事浮上心头, 而是那么多的快乐, 那么多的无忧, 他们曾一起闯祸, 一起在大荒中探索。 孩子, 要挺住啊。 一群疏败都在大吼, 额头上的青筋都吐了出来, 焦急而无助。 一群祖老颤颤巍巍, 凑到镜前, 一张张苍老的脸上, 写满了慌张, 在这里祈祷, 不断地重复着那些严命的话。 还有那些大婶都在哭泣, 调皮的孩子也都在抹眼泪, 所有人都无措, 不知如何是好。 银桃, 还有两枚呢, 快点喂下。 祖长石云峰大吼, 不要了, 已经浪费了太多。 十号低语, 虚弱到难以开口, 因为心愿已经了, 他松下了那口气, 便立刻不行了。 在他得的身体上, 浮现出一块又一块斑纹, 壮若铜袖, 这种符纹发作的厉害, 而经失去至尊骨, 更加难以抵挡。 原本, 按照张重神医的推算, 他还有一天多的命, 可现在却马上就要耗尽了生机。 扶持下去, 这怎么算浪费, 一定要活着, 不能闭上眼睛。 石云峰鹤, 他从来都很慈祥, 但现在却在大吼。 十号眸子中没有了光泽, 像是那风中的残烛, 即将熄灭, 生气在消散, 马上就要从世间消失了。 石子灵, 秦英宁一边一个, 各自抱着他的一条手臂, 想挽留住什么, 却无力回天。 银桃在这里, 喂下去, 帮号练画。 一位祖老大吼, 此时, 石浩的眼睛快闭上了, 十分的灰暗, 他已经看不到什么。 秦英宁慌乱地接过银桃, 想送入他嘴里, 帮他练画, 哪怕只留下片刻的光阴也好。 银桃不行, 曾经服用过, 效果不够, 用这个。 毛球大叫着, 他与小红一起冲到镜前。 他们一个失去了半截躯体, 一个断掉了双翅, 遭受重创, 行动不便, 但此时还是强提了一口气, 越过众人。 这是一个酒壶, 很古朴, 充满了岁月的沧桑感, 带着时间的气息。 壶中, 只有一滴酒浆, 非常粘稠, 粘在壶底, 想倒出来都有点费劲, 有一股特别的酒香, 刚一展现, 就让一些村人醉倒在地。 这是得自昆蓬朝的神酒, 石浩带回来后, 一直都没有动用, 保留至今。 此前, 这滴酒浆就曾被带入石国皇宫, 想让他服下, 但被拒绝了, 因为他不想浪费太多的神物, 无论怎样, 改变不了结局。 到了现在, 人们不甘, 而毛球与小红也想试一试, 这完全是对太古石兄之一 昆蓬的一种信任, 也算是最后的寄托。 这滴酒浆能有龙眼那么大, 如同宝石般, 流转梦幻般的光彩, 被强行灌入石浩的嘴里, 又被炼化进腹中。 可是此时, 石浩已经闭上了眼睛, 几乎没有了生气。 一定可以的, 一定可以救活过来, 哪怕只延续一日的生命也好。 酒浆入腹, 众人合力, 一起出手, 将液化成一股热流, 通向他的四肢百脉, 带着一股赤胜的光。 众人都是一惊, 睁大了眼睛, 难道会有奇迹发生吗? 这酒浆有神药特性啊, 果然不凡。 毛球探道, 石浩的身体在发光, 每一寸肌肤都在喷薄光雾, 被包裹住了。 昆蓬锁一下的酒浆果然不一般, 不愧为师兄之一, 连饮用的酒水都有神药的特性, 若非是仙殿的诅咒非常特别, 换作其他伤病, 定然可以立刻痊愈。 所有人都紧张地注视, 都在祈祷, 希望有奇迹发生。 这是不曾料到的事, 一滴酒浆而已, 似乎比战王他们寻到的那株圣药还有效, 这是一个惊喜。 然而, 石浩依旧闭着双目, 生气不曾恢复, 几乎断绝了, 无任何起色。 这让人们越发地焦急, 全都坐立不安。 随着时间的推移, 石浩的身上出现一股酒香, 提表流淌萌萌雾气, 像是醉酒酣睡盘。 可惜, 呼吸几乎停止, 这让人心骄。 这个时间很漫长, 不知道过了多久, 周围一些孩童, 还有修为不足的人, 已经被酒气熏得昏沉了, 倒在那里。 可见, 这酒浆多么的离奇, 拥有非同一般的效果。 可惜了, 终究是没有逆天啊。 小红探道, 他与毛球点燃了神火, 眼光自然独到, 都不禁摇头。 应该能复苏, 可以清醒一段时间, 但是不能改变什么, 终究也只是昆蓬留下的酒浆, 而非救命丹药。 毛球道, 众人闻言, 脸色煞白。 组长石云峰握了握拳头, 一声轻叹, 道, 回石村, 让孩子睁开眼睛后, 可以看一看他生活过的地方。 他曾在这里长大。 村中, 一座又一座石屋, 都是以坚固的山石铸成, 院墙上挂着干肉, 房脊上晾着瘦皮。 街上很静, 侵蚀地面, 没有尘埃, 两旁栽种着很多灵药。 半日后, 十号呼吸沉重了一些, 最后终于睁开了眼睛, 茫然四顾, 引发一片惊呼声。 又让你们担心了。 他虚弱地开口, 无论是他, 还是众人都知道, 时间无多了。 二猛背着他, 走在村中, 从一条街道走到另一条街道, 族长养的那只大黄狗, 尾巴早就秃了, 跟着跑。 熟悉的街道, 熟悉的人, 这种感觉让十号很迷茫, 也很留恋, 仿佛回到了从前。 那个时候他最小, 被村人称作小不点, 总是跟在一群大孩子屁股后面跑, 还喜欢把大黄狗的尾巴, 憨态可居。 最后, 众人来到村头, 十号坐在这里, 看着族长院中那个小瓦罐, 他笑了起来。 其他人也都微笑会议, 想起了他那个时候的样子, 每天清晨, 他都要在院中偷偷摸摸地熬煮奶, 不想让人看到。 为了这件事, 很多人都曾取笑, 可他不在乎, 依旧偷偷地熬煮, 每次都弄得小脸脏兮兮, 黏着灰烬。 可惜, 柳神走了。 十号轻叹, 还想去上界, 还想与那些初代, 天骄争风, 也还想去那神秘的区域去找柳神, 结果却没有机会了。 众人沉默, 如果柳神还在, 一切都可以改变吧, 何至于此? 看着村中的灵药, 银桃树, 还有八针鸡等, 所有人都有感触, 那个时候, 十号还很小, 就已经不停向村中拖东西, 是一个顾家的小大人。 他年岁不大, 可是却让石村发生了太多的变化。 小号说, 你一定可以活下来, 不会有事的。 一个孩子拉着他的衣角, 仰着头说道, 眼中带着泪花。 对于他们来说, 十号是最好的叔叔, 每次回来都带着他们去大荒中风跑, 可以掏胸禽窝, 可以捉猛兽, 能满足一切愿望。 在他们心中, 十号最强大, 无所不能, 可是今日就要死了, 让每一个孩子都抹眼泪。 十号抚摸一个又一个孩子的头, 看着他们就像看到了自己的昨日, 带着笑, 没有说话。 月蝉站在远处, 还没有离开石村, 心绪复杂, 她了解到所有后, 也只是一声叹息。 为此, 那个恶婆婆曾问她, 是否有办法, 想求救。 显然, 便是她相助也无用, 主赐身修行之法, 需要耗去太长的时间, 十号根本等不到, 没有那个时间了。 啾啾, 大鹏, 小青, 紫云凑上前来, 不断以头蹭十号的身体, 眼中竟带着泪水, 他们都知道了, 充满不舍。 你们以后要守护好石村, 不要飞得太远啊。 十号叮嘱, 三只凶情猛力点头, 眼中韵着泪花。 不远处, 一只独角兽也跑来, 正是小白, 又进化成天马的迹象, 背负双翅, 通体雪白, 围着十号转, 不断地撕鸣。 红日西沉, 夕阳如险, 显得有些漆艳, 半边天空都是血色。 看着落日的余晖, 看着熟悉的村子, 看着眼前的众人, 十号伸出手, 努力想抓住什么, 想喊出最后的话语, 但是他却力竭了。 他双目失神, 什么都看不到了, 用最后的力气, 伸出手, 与他们告别。 孩子! 众人大叫, 所有手掌都伸来, 牢牢地抓住他。 在通红的落日余晖下, 十号的生命之火熄灭, 声无息, 他闭上了眼睛, 带着急许不舍, 没有了呼吸。 孩子! 众人大呼, 非常悲怆, 想尽一切办法, 还是没有能够留下他。 哭声, 喊声, 喃喃声, 交织在一起。 这一夜, 整个石村都充满了悲愈的气氛, 哭泣声不断, 终究是无力回天。 第二日, 朝霞依旧灿烂, 可十号已经无声无息, 众人将他放入棺果中, 抬着他, 来到那座矮山上, 按照他的遗愿, 将他葬下。 一座土坟出现, 临着石村。 在这里, 他可以看到石村, 看到村人, 和他们在一起。 矮山上, 土坟不大, 孩子们哭着, 嚷着, 撒下成片洁白的野花, 随风扬起, 很刺目, 像是泪在飘。 村人全都来了, 站在坟前, 就这样死别, 再也见不到。 想到那个步履蹒跚的小不点, 想到那个开朗乐观的少年, 双眼全都模糊了。 大哭声响起, 撕心裂肺, 附近的山林, 惊起很多飞鸟。 孩子, 你怎么就这样走了呀? 组长石云峰, 老泪纵横, 石浩是被他养大的, 今日却要白发人送黑发人。 所有人都在哭泣, 为石浩伤感, 又是无父无母, 像是个小孤儿, 虽有村人照料, 但他还是有些孤单。 他那时候特别喜欢喝瘦奶, 也许正是因为缺少一些安全感吧, 缺少相应的父母温暖与亲情。 后来, 他一个人走出大荒, 并崛起于世间, 到底经历了什么, 遇到了多少生死危机, 村人不知道, 但明白一定很多, 他一个人在外很不容易。 最后, 他成为了仁皇, 是世上权位最高的几个人之一, 让村人简直不敢相信。 孩子, 你一路走来, 不断厮杀, 如此的不容易, 终有一天, 靠自己军临天下, 却又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村人痛哭, 探少年命运多舛, 时候一路闯来, 靠自己崛起, 到头来却要这样死去, 真正的阴年早逝。 诗国高层接到消息, 几位老王颤抖, 心中大痛, 皇宫上下巨阵, 一片高速, 哀呼声响起。 什么? 诗皇离世了? 消息传到外界, 各方震动。 虽然早已料到这个结果, 可是真正被证实, 依旧掀起了天大的波澜, 举世皆惊。 小诗终究还是陨落了, 没有奇迹发生, 生命轨迹黯淡, 就此断掉, 走到这一生的尽头。 可惜, 可叹。 十号死得过于可惜, 年岁不大, 就已经屹立在荒域绝颠, 若给他时间, 没有人知道他能冲得多高。 天度英才, 这样失去, 不仅是十国的损失, 也是整天下界的损失, 不然他注定要在, 世间留下浓重的一笔。 可惜了, 一个传说就此暗淡, 原本他会冲上九天。 消息传向各地, 这是一股飓风, 很快天下净之, 引发了一场大地震。 毫无疑问, 小时的死不可能平静, 引发一场轩然大波, 各地都在议论, 影响极大。 十国摆放了一口空关, 允许众人来祭奠, 各大教都有行动与表示, 不知来了多少人。 十皇, 一代英杰啊, 年岁不大, 可与神开战, 一些教主感叹。 没有等到你进上界, 不能看到你与初代争锋, 光辉尽脸于下界, 实在是遗憾。 有上界的贵女与奇才来吊咽。 火皇驾到, 有人高呼, 慕皇驾到, 又有人传信。 这令人吃惊, 一国之皇, 一般是不会轻易踏足他国都城的。 今日的丧礼, 却有这等人物出现, 而且不止一个。 再后来, 人们发现, 八域内的一些超级大势力之主, 也都到了。 青交尊者到, 海族银皇驾临, 青藤尊者到。 人们凛然与心惊, 虽然发生过几次大劫, 但这天地间, 果然还是, 有些强者逃脱了过来。 这一日, 经陆续有十几位尊者出现, 分别来自不同的大域。 小友如此惊艳, 却走得这么早, 让人扼腕长叹。 可惜啊, 还想看一看, 你能走到哪一步呢? 又一位老者来到石都。 萧天, 九头狮子, 下幽鱼等都是一惊, 认出了他, 这是南允神山的那个老者, 一个曾经的神, 以南允为名, 而今跌落下神境。 这一日, 来了太多的人, 净是高手, 让人惊叹。 来的生灵虽多, 但是没有人闹事。 不说这些祭奠者, 就是十国几大尊者站在那里, 就无人敢妄动。 人们凛然, 不知不觉间, 十国已经足以俯视一遇, 傲视天下。 而进一个道统, 有一位尊者就了不得。 事实上, 绝大多数人都对小时有敬意, 也不会闹事, 仅个别的势力需以此震慑。 当十都国丧结束, 渐渐平静下来, 已是很多天以后了, 但各地依旧有人在谈论, 为十号这么早地死去而遗憾。 上界, 灵气浓郁, 一片神园中植被葱玉, 黑色的魔魁散发乌光, 绝不止一两株, 而是一大片, 跨界而去的生灵都死了。 不远处, 一座高山上, 宏伟的宫殿中传出这样的声音, 镇的这片神园都在隆隆抖动, 阴晕霞雾澎湃不已。 同样是上界, 另一个地方死气腾腾, 黑雾扩散, 冥土中传出悠悠的声音, 只有两字点评, 废物。 而后, 这里爆发剧烈波动, 像是有一个庞然大物在翻身, 冥土付出极大代价, 损失虚空神兽的宝谷, 竟然成为一场空。 一片祥和的国度, 仙物弥漫, 天宫成片, 有强者羽翼发寒, 坐镇中央神宫内, 道, 我天国有多少年未曾失败过了, 造化书院占地极广, 这里人杰地灵, 有诸多年轻的强者再次求学。 大消息, 惊人的消息, 冥土、 魔奎猿、 天国等一些势力联手, 土谋下剑, 结果下去的生灵全部死了。 据传, 都是一个少年所为, 斩了他们全部人马。 这些势力腐朽了吗? 这是一种耻辱啊。 不过, 那是怎样一个少年? 竟然这么厉害, 斩杀了一批点燃神火的生灵, 不简单。 生命学院, 几名如生命女神般的女子, 起初还在笑嘻嘻, 而后神色郑重, 也开始讨论这件事。 真是令人惊讶, 那个少年才十五六岁, 居然这么强, 一个人斩杀了六七位尾神, 太厉害了。 可惜, 现在无法下界了, 不然将他渡上来, 加入我生命学院, 岂不是更好? 真那样做, 那几家大势力会怀恨的, 也许会暗中出手。 怕他们做什么, 在这上界, 又不是那几家说了算, 强者灵力, 他们不敢妄动。 九霄神院, 坐落在苍穹上, 浩大无比, 同样也有很多年轻人在谈论。 最新消息, 那个少年战死了, 有点可惜啊。 虽然他借助了外力, 但是能有这种手段, 也很惊人, 便是上界初代崛起, 天骄备出, 他若上来, 多半也会很不简单, 能绽放光彩, 死得有些早啊。 与下界沟通越来越难了, 我感觉两界要彻底断绝了。 下界一战, 影响深远, 连上界一些书院, 鼓叫都知道了, 在小范围内, 引发了一些人的议论。 事实上, 两界沟通越发艰难, 想下去根本不可能了。 而下界想上来, 便是有古路, 有秘法, 难度也提升了很多倍。 下界, 一些人也在谈问, 我等该回去了, 终究是没有寻到那几种大造化啊。 的确该走了, 不然天路将彻底断掉了, 再无机会返回。 这些上界的贵女, 奇才们在商议, 将要上路了。 战天意, 影响深远, 让天道法则越发地严苛, 将斩断两界各种联系, 便是从低层次的世界前往上界, 也艰难了。 而在过去, 这是被允许的, 只要走那几条天路就行。 至于从高层次的上界下来, 自古至今都是被限制的, 而今更加不行了, 被彻底斩断路径。 我得到一则密文, 十号的古诵人了, 并没有跟着他一起消亡。 一位贵女低语, 什么? 其他人震惊。 这则消息虽然在被尽量保密, 但过了一段日子后, 还是流传了出去。 在小范围内流传, 惊呆了不少人。 布老山的秦浩, 他成功移植了至尊谷。 壁谷震惊。 是的, 十分成功, 没有发生任何不适。 他现在血气充足, 体魄强大的可怕。 红黄十分肯定地达到。 太惊人了, 这应该是三个多月前的事情了吧? 现在才传出来。 水月低语, 一人拥有两块无上宝骨, 这是要逆天吗? 宣明金汉, 有些难以置信。 居然能有两块真骨, 到底会有多么的强大? 就是在上界同代中, 恐怕也要无敌了吧? 应该可以排进前十。 便是温婉的蓝鱼也探到。 众人点头, 这一世, 上界的确出了几个逆天的人物, 都拥有难以想象的大造化。 比如仙殿那位, 对于同龄天才来说, 简直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 此外, 据传上界还雪藏着几个神秘奇才, 比仙殿那位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于同代人来说, 无法想象, 强得离弃与可怕。 最主要的是, 上界太大了, 谁知道还埋没着多少人。 我原本是看好识号的, 现在看来, 他这个弟弟更强啊, 拥有两块至尊骨, 前途不可限量。 众人议论, 去见一见他, 也许可以结伴回上界, 料想他们也不能久留了, 不然天路将断。 走! 秦昊接骨成功, 在小范围内流传, 震动四方, 让人又惊又惧。 这将会是何等强大的人物, 未来真的要逆天了。 上界的贵女与奇才, 接去拜访布老山, 双方相谈甚欢, 间接证明了消息的真实性, 引发不小的轰动。 我们的皇宫冷清了, 原本那些人, 也曾来拉拢过诗皇。 凌王清语, 自从十号陨落, 那些贵女与奇才只来过一次, 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这很正常, 陛下已经陨落, 秦昊注定要崛起, 拥有两块至尊骨, 就是再上见, 也能屁腻一方, 值得拉拢啊。 彭九探道, 石村, 村人依旧要生活, 只是一想到石号, 就分外伤感。 已经过去了三个多月, 石号的土坟附近, 植被已经长得很高了, 就在几日前, 村人曾在那里烧了很多纸, 因为正好满一百天。 这矮山灵气多了一些, 难道是因为葬下了小号? 石灵虎有些静意不定, 真想着孩子活过来啊。 石飞焦一探, 很伤感。 这段日子, 不时有村人来此。 最后, 他们摇了摇头, 下山而去。 小号, 多么地想你活过来啊。 大壮, 二蒙等来了, 带了几滩酒, 坐在这里, 他们喝一杯, 就会向坟前撒上一杯。 他们比石灵大了几岁, 但是小时候, 石灵的体质就很强, 起初还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跑, 到了后来, 则超过了他们。 真不敢相信你已经离去了, 怎么会死呢? 二蒙眼睛发红, 皮猴, 胡子, 鼻涕娃也都难过, 不断地倒酒, 一杯又一杯地喝下雨撒在地上。 这三个多月来, 他们每隔几天都要来此一次, 这样喝酒, 恍惚可以见到石浩。 不说自由一起长大的真挚感情, 便是石浩为石村做了那么多, 也让他们难忘, 心中发毒。 真是不公啊, 小浩孤单地躺在这里, 那个家伙却被传为盖世奇才, 说什么将要天上地下无敌, 那本是小浩的。 皮猴说道, 他们虽然身在石村, 但是对外面发生的事也知道一些, 因为这里与石国皇宫一直有来往, 消息并不闭塞。 清风因为继承了石国皇位, 一直在两地走动。 你们说, 这世上到底有没有黄昏草啊? 要是能寻到一株多好, 很想小浩活过来。 大壮沉闷地说道, 我一直觉得他没有离开, 仿佛还在身边。 鼻涕娃道, 他是同伴中唯一一个比石浩还小几个月的少年, 而今也已成亲了。 最后, 他们相互扶着, 带着酒气, 一起下山, 走向石村。 这些日子以来, 如果说村中谁最心伤, 一定数族长石云峰莫属, 因为石浩是他亲手养大的, 情童祖孙。 他真的很难适应。 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短短三个月, 他像是老了十岁, 头发雪白, 暮气沉沉。 老人常一个人坐在村头, 一坐旧的一整天, 村人打招呼也不理会, 众人看在眼中都跟着难受。 孩子, 当初你被送来时, 只有我膝盖那么高, 衰弱得马上就要死去了。 老族长南南, 他看着院子, 仿佛还能听到那虚弱的婴儿哭泣的声音。 后来, 你终于活了下来, 我们祖孙在一起, 相依为命, 真的充满了乐趣啊。 他轻叹, 双目中有老泪躺落。 恍惚间, 他看到那个大眼扑闪, 步履蹒跚的小家伙, 扯着大黄狗的尾巴, 嘴里发出稚嫩的声音。 组长去吃饭吧。 不要难过了。 村人来相劝, 事实上, 每一个人都不好受。 我吃不下。 老人低头, 用手抹萨一个小瓦罐。 这是当年的小不点, 每天都要用的东西, 偷偷摸摸, 怕被人发现。 自己熬煮瘦奶喝? 当然, 大家又怎么不知道呢? 这些瘦奶, 都是书败们送来的。 组长爷爷, 大山外面有什么? 我想去看一看, 走出大荒。 稍大的时候, 十号就已开始向往外界, 想出去闯一闯。 这些话语, 似乎还想在耳畔, 石云峰自责摇头。 啊, 我真不该答应啊。 我们就这样生活在这里, 永远不出去, 那该多好, 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组长, 我们知道, 你难过, 可是也要吃东西, 不然我们也不吃了。 一群孩童红着眼睛上前, 实在担心。 好吧, 人要活着, 日子要过, 我们不能总是沉浸在过去。 石云峰失魂落魄地站起身来, 这样说道。 只是, 村人知道, 他难以释怀, 事实上每一个人都难以忘记石浩, 想到他都会有些酸涩。 村中还有一个小院落, 那里的人也很悲痛, 那是石浩的父母。 这三个多月来, 一直住在石村, 直到两日前才离去, 布老山有急事, 托清风传信, 请他们回去。 外界, 布老山, 秦族内正在议论, 要让秦浩尽快上去, 不然天路可能就要断了, 永远失去机会。 我不上去了。 秦一宁摇头, 很是痛苦, 要绊在石村, 不离开下界。 石子林文言, 则是眼睛暴射神盲, 道, 我要上去。 他心中早已点燃一团火, 熊熊燃烧, 沸腾了三个多月了, 他要去上界, 有朝一日杀灭那些传承, 讨一个说法。 为了复仇, 他必须得进上界, 哪怕此时充满了不舍, 充满了遗憾, 也要离开。 那好, 你上去吧, 我留在石村。 秦一宁悠悠一叹, 娘, 跟我们一起走吧, 哥哥也希望你快乐, 不想你伤心。 秦浩劝道, 秦一宁摇头, 他心中伤悲。 最后, 石子林回到石村, 站在那座坟前, 整整呆了一夜, 而后毅然离去, 背负着自己的黄金绽毛, 要进上界。 从此埋头苦修, 不再虚度, 我的桀骜, 我的棱角, 我的本心, 都燃烧吧。 他悲怅的低吼, 石子林, 秦浩离去, 沿着一条神秘天路, 从这一界消失。 不久后, 上界的那些贵女, 奇才等, 也都先后离开, 彻底回归上界, 同时也带来了更为详实消息, 这让他们的长辈亚弈, 与他们谈论了起来。 这么说来, 那个小时很厉害, 便是进入上界, 也将会光芒万丈, 早晚可镇压一方。 很厉害, 不过他儿今的弟弟更厉害。 你说, 那个小时曾战败过不败的传说, 重统者? 是, 重统者, 在我上界也号称绝艳, 有无敌之姿。 而最近我上界也出现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强者, 在天允州一路横扫, 号称同辈无对手, 最后进入了天允书院, 与该院一位初代决战, 似乎胜了, 并加入了天允书院。 时间匆匆, 十号逝去已经半年多了, 在此期间, 无论是西方教, 还是布老山等, 与上界联系越发的吃力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界越发难以沟通, 几乎要断掉了往来。 秦族几次催促, 请十国传话, 让秦英宁登天而去, 不然将错过最后的机会, 但都被秦英宁拒绝了。 这草怎么越除越多啊? 二猛道, 矮山上, 长满了一种怪草, 生命力顽强, 根筋粗大, 根本除之不尽, 每过一段时间都会长出, 围着那座坟。 而且, 这个地方灵气浓郁了不少。 村人们猜测, 十号生前曾服侍很多天才地宝, 更有各种宝药, 神酒等蕴含着大量的精华。 故此死去后, 让这里灵气变多了。 这草真怪, 从来没有在大荒中见过, 怎么长出来的? 皮猴疑惑, 这是葬下十号以后才再次出现的草。 可惜, 不是还魂草。 大壮探道, 又过去了几个月, 十号死去已经快一年了, 布老山再次让人传话, 请秦英宁回去。 这一次与石子灵还有其次子有关。 秦英宁要走了, 带着伤感, 站在土坟前告别, 哭了一夜。 秦族送来消息, 石子灵在上届负伤很严重, 而秦浩也出了点问题, 要他上去。 子灵负伤了, 这让浩尔地下有知也会不安, 你去吧。 老族长石云峰安慰道, 我会将他父亲的确切消息传下来, 让浩尔安心。 秦英宁哭道, 他很伤感, 下届给他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这一日, 他从布老山的一条古路离去, 进入上届。 数日后, 上届布老山花费很大代价, 满足了他的愿望与下届沟通传下消息。 此次, 下届布老山倒不曾隐瞒消息。 子灵书无恙, 早已独自去修行了, 只是上届的人希望他们的圣女回去, 故此夸大了一些事。 在十号的坟前, 大壮说道, 秦浩在上届大放异彩, 他有两块至尊谷的消息没有瞒住, 很多人知道了, 结果一战惊事。 二猛说道, 这都是从布老山传来的消息。 据传, 在压制道同一境界时, 秦浩连败五大天骄, 迎战数周天才, 一战金上剑, 引发了一场大波澜。 为此, 布老天尊亲自出动一道灵声, 守护在其身边, 避免他被人暗算。 秦浩之名震动一方, 南部区域很多古老的道筒皆知, 一些大叫动了心思, 希望与布老山联姻, 愿须以足内天之交女。 据传, 秦浩在苦修, 希望可以迅速崛起, 参与到上届即将到来的一场圣会中, 据传那一圣会参加的, 都是一周最强大的年轻人, 诸多大周都会参与, 进行角逐, 是真正的年轻至尊战, 胜出的一些人将进入某一密土, 会有难以想象的大造化。 可惜了, 小浩原本你也要进入上界, 绽放异彩, 可事金, 皮猴等人失落。 转眼间, 一年了, 十村人越发觉得不对劲, 这矮山灵气阴晕, 更加浓郁了, 超过以往很多倍。 小浩说, 我们又来看你了。 一群孩子上山, 经常打理此坟, 可是这里的草长得太快了, 拔不完。 咦, 是那只雀, 是它在咸种子, 丢在这里, 难怪长了这么多的怪草。 一个孩子惊呼, 指着前方, 那是一只五色雀, 一点也不怕人, 站在土坟上, 扔下几粒种子, 而后懒洋洋的梳理自己鲜艳的羽毛。 哎呀, 贼娘, 你太坏了, 从小就欺负浩叔, 现在都这样了, 还跑到他坟前来放肆。 一群孩子气鼓鼓, 向前冲去, 想要捉住他。 显然, 这是徒劳的, 当年十号从小追到大, 都没有摸到过, 这只五色雀的一根鸟毛, 甚至还曾被这只鸟, 惹得哇哇大哭。 那是十号为数不多的糗事之一, 最不愿提及, 甚至他长大后, 有了猎阵境的修为石还有怨念呢, 想捉到这只神出鬼墨的五色雀, 可惜最终也没有能如愿, 这鸟贼得很, 每次都会提前跑掉。 啾啾, 五色雀鸣叫, 梳理完漂亮的羽毛, 不紧不慢, 湿湿然地离开, 展翅后留下一片五色光, 飞向石村后面的那棵老枣树, 那里是他的窝。 太可恨了, 我们拔草, 他种草。 一群孩子气得哇哇叫, 冲下山, 跑回村子, 去捉这只鸟, 结果惊动了大人。 发生了什么? 当石村的大人知道这些后, 都很惊异。 随后, 人们一起去寻五色雀, 结果他十分滑溜, 早就没影了。 什么五色雀, 我一直就没有见到过, 好像有点古怪。 毛求道, 他的伤已经快养好了。 他自然知道, 有这样一只鸟, 当初十号还曾充满怨念地 带着他一起去抄那鸟窝呢, 结果那贼鸟直接消失了, 没看到。 最后, 人们又来到了矮山上, 不经一经, 灵气更浓郁了, 而且那土坟竟有点点光运, 星号星号样而出。 这事, 发生了什么? 老族长最为激动, 他也是一个修行者, 感觉到那土坟中有一股 生气在复苏。 最近几个月, 这些草长是急望, 而今那些根筋全部在发光, 壮若龙虚般, 似乎还在动。 这草很特别, 根筋特别地粗大, 异于一般的草, 今日更显得不凡了, 散发阴晕光雾。 让我看一看。 毛球道, 毛子发出神光, 盯着这里, 而后望向土层深处。 很快, 他吃了一惊, 毛球感觉到了一股诡异的波动, 自身像是陷入了轮回中, 心神一阵, 这也就是他, 若是换作其他人, 多半会出问题。 你们不要妄动。 他认真告诫, 而后取出十号曾经的青铜宝盒, 打开后, 将那枚虫虫展现出。 那是, 他深感震惊, 借助虫虫观看, 那土坟下有一层光, 散发出一缕生机, 正是那光果。 轮回, 不经历生死, 又怎懂轮回? 难道是因为如此? 小红也来了, 相当的心惊, 多灾多难的小时, 爬出坟墓, 长叹一声, 兄弟姐妹们, 最近遭劫, 苦啊, 请投一张月票吧。 已经下旬了, 应该有新月票出来了, 向大家呼唤一张。 感谢! 不经历生死, 怎懂轮回? 石村众人闻言, 都是一阵, 老族长更是颤抖, 张了张嘴, 说不出话来。 你, 在说什么? 是真的吗? 石灵虎胸膛起伏, 眼睛睁得很大, 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小红的话语虽短, 但是却震撼人心, 让石村众人心朝起伏, 全都握紧了拳头, 一起望向他。 我也只是在猜测而已。 小红说道, 他也快复原了, 双翅生出, 浑身鲜红欲滴, 如红宝石雕刻出来的一般, 身体只有巴掌大, 鲜艳亮丽。 土坟在发光, 由内而外, 非常柔和, 让出一股特别的波动。 你来看, 毛球示意, 手中的虫彤异生辉, 照耀镜坟中, 映出真实的场景, 土层挡不住。 咦? 这是什么草? 小红吃惊, 她除却感觉到一股轮回的力量, 不曾想地下还有乾坤, 另有玄妙。 这些草的根莖如龙虚斑, 并且很长, 一只蔓延净土坟下, 将那光果包裹住, 散发淫映光泽。 根莖洁白如玉, 如绳索般将木棺缠住, 看起来像是一个大剑, 层层叠叠, 透发着光运, 养出神秘波动。 你们别探出神识。 小红警告, 因为, 发现村人忍不住冲动, 要以神念探索地下, 凭他们的修为多半要出问题。 果然, 二猛一声惊叫, 整个人痴呆了, 他没有忍住, 镜子探寻, 而后整个人像是灵魂出窍了一般。 二猛你怎么了? 多。 毛球一声轻斥, 如雷音灌耳, 震得他身体摇颤, 双目恢复光彩, 一阵悚然。 好像再轮回, 一瞬间而已, 可却像千百世那么久远, 很模糊, 很可怕。 现在忘记了, 二猛如梦一般。 最后惊醒, 抱住了头, 身体轻颤, 这才彻底摆脱。 众人都是一惊, 所有孩子都被带了后面, 不然他们靠近土坟, 多半会发生意外。 村人大多都懂得修行, 而且不少人如今修为都不弱了, 但是却没有人敢乱来, 都小心地观察。 内心有一股中激动。 孩子, 我知道, 你不会离开的, 舍不得我们, 一定还在。 老族长颤颤巍巍, 老泪纵横, 他最是难受, 因为是十号是他带打的。 他一生不曾取清, 没有后人, 十号是他全部的寄托。 小浩, 你还在吗? 快点醒来吧。 大壮激动地喊道, 眼睛发红, 这一年来, 所有人都不愿接受, 十号已逝去的现实。 土坟发光, 内部的波动又强烈了几分, 毛球还有小红, 让众人倒退, 不要靠得过境, 连崇童都无法彻底看透。 不一般啊。 小红惊叹, 成百上千条银色的草根, 很粗长, 缠绕在光果上, 如星河流动, 光泽点点。 十分的奇异, 用崇童也无法看穿, 草根与那股奇异的轮回波动, 阻挡住了一切。 这光果中, 到底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他们不敢去触动, 怕破坏了这种现状, 引发不好的变故。 这草与古书上所记载的环环草, 有点像, 但又不一样。 小红盯着这些异草观看, 地上的部分, 草叶碧绿, 但并没有什么浓郁的芬芳, 与灿烂的光彩, 不是很特别, 唯有缠着光果的根莖不凡, 此时在发光。 毛球采摘一片叶子, 放在嘴里, 慢慢咀嚼, 仔细品尝, 惊异不定, 道, 让人心神恍惚, 要堕入轮回中。 世间有一种草, 名叫环魂, 号称西式神草, 整片下界, 自古以来, 也只发现过一株而已。 据传, 它被带入了上界, 可以生死人肉白骨, 拥有无法想象的神秘力量。 这种草一旦成熟, 陛霞滔天, 壮若汪洋般起伏, 事实上只是一株草而已, 可见, 它的奇鬼与强大。 此外, 世间还有一种草, 名叫轮回, 含着它, 可以进入轮回中, 最是诡异莫名。 这种草长在冥界, 在古代只出现过数次, 曾被石兄之一带出来过, 使有它, 能拥有无穷的体验。 当然, 它也很危险, 一个弄不好, 就会让持有者涌舵轮回, 自此神势溃散。 这不是轮回草, 也不是还魂草, 药效远比不上, 但是却有它们的少许特性。 这是毛球与小红得出的结论。 村人们都很吃惊, 同时无比的欣喜, 他们看到了希望, 这草如此特别, 难道再慢慢改变坟中的状况? 我想起来了, 这该不会是不服草吧? 毛球惊异, 这, 很可能就是这种草。 小红点头, 也露出金融。 据传, 在古代有两位无上强者, 曾经联手培育一种仙草, 号称不朽, 名字很惊人, 意味着吃下去后, 可让人长生不死。 当然, 这只是上界的一种传说, 而毛球与小红的祖上来头很大, 不然也绝不会知道, 曾对后代讲过, 故此, 后世子孙也有所了解。 其中一位强者得到过还魂草, 另一位无上巨头得到过轮回草, 两人就是凭借这两种草进行培育, 想得到不朽草, 结果失败了。 不朽草太过逆天, 世间难线。 最终, 他们培育出一种草, 拥有还魂与轮回的部分药性, 名为不服草。 如果一个人重伤, 以此草治疗, 可以保持其肉身不服, 神识不散, 维持在一种很稳定的状态, 不再恶化。 当然, 也不能治疗好, 只能维系在不服的状态。 不服与不朽, 名字相差不多, 但是药效就差远了, 也远不如两株母草。 故此, 两位无上强者, 觉得脸面无光, 没有公布, 只是他们的后人提及过。 想不到, 这种没有流传出来, 最后下落不明的一草, 竟出现在了下剑, 谁带下来的? 小红自语。 不对啊, 这种草很难成活, 不是说, 只能长在真龙穴, 神皇朝等特别的古地吗? 毛球簇眉, 他想到了这一传说, 但凡有灵性的东西, 都只能在奇异的宝地 才能成活。 而这种不服草要求 亦很特别。 矮山上, 郁郁葱葱, 这种草生机旺盛, 在这里不断繁育, 竟成了规模, 坟头周围近视, 让人惊讶。 无论是还魂草, 还是轮回草, 几乎难以见到 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株, 许多人猜测, 可能是孤品, 因为它们的种子 即便发芽, 药效也会相差很多倍。 这样一对比, 不服草如此之多, 也能看出, 的确远不及神草。 当然, 不与那两种草比较, 它也算是七草了。 你看, 这里的土有点特别, 分黑白二色, 不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毛球蹲在地上, 仔细查看草下的土壤。 难怪, 肯定也是那只五色 却弄来的泥土。 小红点头, 它难道知晓一处 类似真龙穴, 神皇巢的地方? 毛球有点激动, 不服草, 在一般的地方 肯定生长不了, 连培育不服草的泥土 都弄来了, 这五色雀肯定知道 一处了不得的遗迹。 那只五色雀, 既然能寻到这种草, 一定有极大的古怪。 小红道, 它们真的好惊奇, 那只鸟到底什么来头, 居然一次都没有见到过。 它实在太滑溜了, 总在躲避。 主要也是最近一两年 它很少出现, 不知道落脚在何处。 村人早已振奋, 从他们的谈话中可知, 十号也许能活过来。 这种草保持出了它的生机, 使它不服。 关键还是要靠它自己, 这种草只是使它保持在了一年前的那种状态。 小红沉生道, 这一日, 石村轰动, 男女老少, 所有人都来了, 每一个人都惊喜, 冲上矮山, 围在这里。 时隔一年多, 竟有这样的消息传出, 让人难以置信。 小浩叔真能活过来。 孩子们惊喜, 特别是最早发现五色却在这里种草的几个小家伙, 又蹦又跳, 无比开心, 感觉自己立了大功。 十号体内曾有轮回符文, 而今散发出这种波动, 自然让所有人都充满遐想, 高兴得不得了。 因为, 这是复苏的征兆, 一定保守秘密, 不要传到外界去。 石飞焦说道, 怕中途出现变故, 我要亲自守在这里。 组长石云峰脸上的皱纹, 像是一下子化开了不少。 擦去老泪, 哈哈大笑, 一扫此前的阴霾, 这感染了很多人。 自这一日后, 石村与外界断绝了联系, 那座祭坛被封, 谁都不能动用, 不再前往石国走动。 矮山上, 有不少人守着, 时刻关注着最新情况, 所有村人都紧张无比。 不过, 经过仔细考虑, 毛球还有小红留在了石村, 不接近此地, 因为怕惊扰了那只五色雀。 谁也不知道, 五色雀是否还有什么别的手段, 若是因此而让他不愿出现, 那就坏了。 至于村人, 不用避讳, 因为这只鸟向来不在意。 果然, 这只五色雀随后又出现了几次, 大模大样, 停在坟头上, 像是在感应着什么, 而后就又飞走了。 多谢神鸟! 村人败倒, 这已经很显然, 五色却救了十号。 一晃便过去了两个月, 石村与外界阴性不通, 所有人都在关注与守护矮山, 越发地紧张。 咦? 坟裂开了! 二猛大叫, 土坟裂开, 锐光腾起, 从缝隙中蔓延上来, 祥和的光比以前更加胜烈了, 灵气浓郁地化不开。 老族长行动迅猛, 比撞小伙子还力气大, 一下子扒拉开石林虎, 石飞椒等人, 冲到最前, 取出那枚虫铜, 仔细观看。 地下的那个茧, 四分五裂了, 他呼吸急促, 不服草, 根根粗长, 银白正亮, 早前全部缠绕在棺果上, 散发柔和的光, 而经不少草根都断裂了, 露出棺木。 石云峰仔细观察, 发现棺木也破裂了, 已经可以见到当中的一具躯体。 石飞椒等人激动, 合力催动重铜, 更加清晰了, 能见到观中的景象。 那里阴晕蒸腾, 各种光雾弥漫, 石浩躺在当中, 面色红润, 栩栩如生。 他的身体上, 有符文在闪烁。 皮猴惊呼, 在石浩的躯体上, 有一些神秘的符号不时躺出, 而且身体上一些部位 不时腾起神灰, 璀璨无比。 哎呀, 手臂变成了金色。 咦, 不对, 手掌怎么又化成了紫色? 所有人都很紧张, 也很激动, 期待奇迹发生。 啊, 他在呼吸, 小号还活着。 我看到他口鼻间 有白色气流出现了。 村人们惊喜, 不少人, 大叫, 这里一下子沸腾了。 石浩的口鼻间, 有一股白色的雾气, 像是阴晕掀气般, 伴着祥和的霞光, 随着他的呼吸, 而不断进出。 这不是幻觉, 村人们利用虫童看得很清晰, 二嘛, 皮猴, 胡子等人简直要喜极而泣, 等了很久, 真的要见到奇迹了吗? 石浩肉身不腐, 面色红润, 不像一年多年前弥留之际那么惨白, 没有血色, 现在的他, 多了一股很强的生机。 尤其是, 在其躯体各部位, 不时有光流淌而过, 散发神力波动。 一会儿半边躯体化成金黄色, 一会儿又化成乌黑色, 过了片刻, 又会化成紫金色, 不断地变化。 这是怎么回事, 我感应到了一股磅礴的力量, 那是神力在汹涌, 这是一种蜕变吗? 大壮说道, 事实上, 所有人都在期待, 恨不得观众的人立刻行转过来。 毛球与小红自然被惊动了, 第一时间赶到, 仔细地观察, 他们也都心惊, 可以确定, 十号体内有了生机, 将要复苏了。 这是一个奇迹, 折眠一年多, 居然还有可能活过来。 不服草, 保持了他的状体, 使之不服, 不再进一步恶化, 但真正想活过来, 还是要靠他自己。 也许, 五色却还曾做过什么, 但是他经历的生死轮回体验, 以及他的求生意志, 一定起到了最关键性的作用。 小号身上的伤口还在, 没有闭合。 鼻涕娃说道, 在十号的身上, 依旧有不少血痕, 没有消失, 不过能看到一些光泽流淌, 在缓慢地滋润那些地方。 因为不服草的缘故, 保持其肉身不变, 它现在才出现生机而已, 想真正愈合, 还需要时间。 毛球道, 在接下来的数日里, 土坟裂开, 棺果上的白色根筋彻底脱落, 十号的身体, 溢出一缕缕的光, 云蒸霞味。 它服食的那些啊, 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 小红叹道, 一年多前, 十号垂死, 无论是石国, 还是石村, 都拿出了最顶级的宝药, 让它服食, 延续生命。 当时, 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但其实还是有效果的, 无限的生机被注入其躯体内, 就此储存了下来。 圣药, 神酒, 布老拳, 昆木枝条编程的蒲团, 银桃, 太阳树的黄金叶, 乃一种不是西石宝药, 价值无量。 这么多合在一起, 是一股无法想象的庞大生机。 所有这些, 都存在它的血肉中, 在这一年中, 滋养其肉身, 对抗绿铜锈符纹,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最起码, 它不至于干枯, 有这么旺盛的生命精气, 储存在体内, 根本不用担心自身枯竭, 元气十分充沛。 潜移默化, 这些神性物质, 在梳理其经脉, 血肉, 作用巨大。 毛球探道, 它经历生死, 体物轮回, 自身的符文复苏, 与诅咒之力对抗, 渐渐占据上风, 这是根本。 小红道, 砰, 一声巨震, 瑞霞冲起, 将土坟冲开, 观果显出。 村人可以看得更清晰了, 十号体内神光流转, 血肉蓬勃有生命力, 它呼吸平稳, 口鼻间的白雾如仙气盘, 毫无疑问, 那是仙天本源。 十号平静地躺在那里, 体内出现一股波动, 胸部开始起伏, 而后咚咚的声响传来, 让人大吃一惊, 就是毛球与小红都动容, 这是它的心脏开始跳动, 强大而有力, 如一面骨在被敲动。 一瞬间, 十号的机体流出一层神秘光辉, 让它的血肉晶莹而灿烂起来, 宛若仙金铸成, 喷薄锐光。 咚,咚, 心脏跳动的声音越发有力, 沉闷无比, 犹若天雷在轰鸣, 这有点吓人。 好恐怖, 小号说的心跳这么有力, 让我们站立不稳了, 一些孩子后退, 脸色有点发白, 这是被震的。 这的确十分惊人, 如此心跳声, 预示了它强大的血气在复苏, 简直如一头史前巨瘦在觉醒一般。 十号的胸部发光, 尤其是心脏部位, 犹如一座火红的神炉, 照耀出绚烂的赤霞, 精气滚滚, 澎湃不息, 折断的骨骼间还有缝隙, 并未长好。 不过这不是问题, 一旦复苏, 都将会长好。 最麻烦的是至尊骨, 的确失去了。 毛球与小红谈论, 对十号的肉身赞叹, 绝对的强大, 可惜少了那块骨, 也不见得是坏事, 方才分明有轮回意境出现。 我觉得, 即便失去了那块骨, 也没什么大不了。 咦? 你看那是什么? 毛球精益, 点指十号的一些骨骼, 以重同观看, 自然可以看透。 当年一战, 十号四分五裂, 浑身骨头都折断了, 而今还有裂痕, 不曾痊愈。 毛球发现, 在那些骨缝中, 有光泽在流淌, 在滋养断骨。 是至尊鞋? 小红精盗? 这样的话语一出, 让村人都震动, 全都凝神, 仔细观察, 非常的在意。 十号失去了至尊骨, 也因此而造就出一个, 拥有两块鲜骨的少年强者。 而今已经震动上界, 让村人心中很不舒服。 现在听闻十号体内还有至尊鞋, 一下子让很多人生出希望, 倍感激动。 这股血很特别, 拥有极其晶莹的光泽, 鲜红的宛若赤霞, 在骨缝中流淌, 滋养这些断骨, 使之越发的洁白晶莹。 不仅如此, 这些血还进入了它血肉中, 躺进那些伤痕内, 不断重塑。 这是, 就是毛球都瞪大了眼睛, 这可是至尊血啊, 居然流淌向了全身各处。 发生了什么? 怎么会有这种变化? 村人都惊憾无比, 这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他们心中砰砰剧跳, 这小子真敢乱来啊, 他这是有意做的, 还是无意间促成的? 小红有点口干舌燥, 觉得不可思议。 以鲜艳若昭霞般的至尊血, 滋养所有骨头与血肉, 引导向全身各处, 这实在是大胆, 也许会废掉自己, 也许会是一种大造化。 有点不妙, 毛球簇眉, 因为他看到了绿铜绣般的符文, 依旧还在, 不曾彻底磨面。 先殿那位大人, 公参造化, 举世难寻对手, 他所刻下的诅咒符文, 岂是那么容易消除的? 尤其是十号自爆至尊骨后, 就更难了。 应该可以斩掉诅咒, 只是代价太大了。 小红叹道, 终于弄清楚, 这一年来发生了什么。 十号的至尊血在不断燃烧, 虽然所剩不多, 但却一直在与这种诅咒对抗, 要将之洗刷个干净, 彻底去掉。 这血干枯过, 又曾焕发生机, 与诅咒对抗, 将之不断地斩掉。 如今绿铜绣所剩不多了。 可以看到, 那鲜红的至尊血, 似乎在燃烧, 冲进每一寸血肉, 骨骼间, 不断地冲刷, 洗礼十号的肉身。 毛球簇眉, 道, 可是这样消耗太大了, 他若在巅峰状态还好, 可毕竟失去了那块骨, 若非体内有不老权, 鲲鹏酒, 黄金叶等鸡垫下的精华, 多半早就干枯了。 这, 若是彻底除尽诅咒, 至尊血还能剩下吗? 小红怀疑, 成也诅咒, 败也诅咒, 造化与凶险并存啊。 毛球探道, 正是因为绿铜绣符纹, 遍布十号全身, 所以至尊血才会这样流转, 冲进每一寸机体, 进行洗礼, 斩这种诅咒。 伤痕等处是重点冲洗的地方。 是了, 就是这样, 若非仙殿的符纹 密布在他的体内, 想引导至尊血流淌向全身各处, 难度很大。 人体最是神秘, 贸然这样以至尊血冲洗, 可能会出问题。 而今, 那些符纹就像是灯塔般, 明灿灿, 吸引着至尊血前往, 前去扑面, 取而代之。 在这个过程中, 十号的肉身渐渐适应, 慢慢承受住了, 这才是根本, 是一场造化。 千万不要等到洗净绿铜锈符纹, 这种血也干枯了, 那就麻烦大了, 得不偿失啊。 无妨, 当年十号也曾被挖骨, 更是被取尽了至尊血, 但最后, 真血还是再生了出来, 并滋养出第二块骨, 符纹更胜往昔。 我倒是很期待, 若是至尊血耗尽, 等到真血再现时, 会出现怎样的神秘符纹, 也许将会震动骨精。 若是能再次进化, 简直不可想象啊。 毛球与小红十分期待, 只是这样议论而已, 就有些激动了。 他们知道, 最重要的还是至尊血, 只要还在, 就能滋养己身, 还能再生出一切。 而这一次, 这种血将滋养十号全身各处的骨骼与血肉。 村人听到后, 都跟着心怀疾心号心号, 情绪起伏, 十分剧烈, 期待十号复活, 变得更加强大。 接连数日, 土坟下一直有阴暈霞光缭绕, 光芒越发灿烂了, 锐气不断挣腾而上, 宛若一座仙坟。 十号在不断地变化, 身体生命契机越发地强大, 只差坐起来了, 不然一切生命特征都恢复得差不多了。 在其身体上, 各种光泽流动, 璀璨无比。 四肢有时化成金色, 心脏有时化成一座神炉斑, 赤红耀眼, 各种光芒透体而出, 血肉透亮, 若流离神灯斑。 不用担心, 这说明它肉身强大, 在重塑, 在接骨, 这是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体内积淀的一些神药精华, 慢慢化开, 洗礼全身。 毛球解释, 人们就这样守护着, 不肯离开。 所有人都知道, 当真正磨灭绿铜锈般的浮纹后, 十号就会复苏, 真正活过来。 又过了数日, 一股赤盛的光腾起, 宛若一轮太阳从地底深处爆发而上, 轰得一声, 土坟崩碎, 彻底不见。 与此同时, 那光果四裂, 十号末底睁开了眼睛。 终于活了, 好虚弱, 小石头挥手, 呼唤, 投一张月票吧, 奋起。 那目光赤盛, 像是太阳炸开, 射出惊人的光芒, 冲上高天, 光束犹如石质, 凝聚成形。 与此同时, 整具光果在一片霞光中粉碎, 化成飞灰。 那些银色的根筋更是退缩, 许多不符草枯萎。 一股强大的气息散发而出, 十号的肉身血气滔滔, 从每一寸精英的肌肤溢出, 鼓鼓而涌, 若一挂挂长河, 倒冲向天。 许多孩子惊叫,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就是二猫, 皮猴等也都脸色发白。 而石灵虎, 石飞焦等几名强者也心惊, 不由自主倒退。 土坟下, 那股波动太剧烈了, 如一头史前凶兽复活, 散发着猎天之威, 震动四方, 整座矮山隆隆摇动。 咔嚓! 可以看见, 一条又一条巨大的裂缝出现, 在山上蔓延, 以土坟为中心, 冲向四方, 整座矮山要解体了。 那里锐光澎湃, 如一轮天日藏在地下, 此时升腾而起, 盛光汹涌, 如江海般在起伏, 全面冲了上来。 孩子! 老族长大叫, 激动到颤抖, 伸出手, 探向虚空, 想要抹撒那个少年的面孔。 一年多了, 多少次从梦中惊醒, 看到那个孩子抱着小瓦罐, 吃了一嘴受奶, 盘膳地向他走来, 又看到他长大, 黑发飞扬, 傲视天下。 老族长双眼磨了, 含着老泪, 不曾想到, 还能见到十号出现, 还能看到他活着归来。 小心, 他还没有彻底觉醒, 不要靠得过近。 毛球说道, 他与小红撑起一片光幕, 阻挡了前方的圣烈神灰, 以及那滔天的波动, 不然村人根本受不了, 都会被震飞。 就是他们两个也很吃惊, 十号血气如海, 越发浓郁了, 肉身比以前更坚固, 更可怕, 这次的劫难, 对他来说是一重锤炼, 击断全身的骨, 展开浑身的血肉, 重新塑造, 经过绿铜锈符纹的冲击, 侵蚀, 再经过至尊血的冲洗, 更加坚韧与富有生机。 终于, 光辉收敛, 他的毛子中的神盲消失, 由锋芒毕露归于平淡, 双目深邃无比, 毛球与小红长出了一口气, 应该没有意外了吧? 小号! 村人, 大叫, 很多人向前扑去, 等到这一刻, 实在太久了, 一直在期待, 迫切希望他活过来。 咦? 不太对, 石灵虎一惊, 摇摇晃晃, 心神恍惚, 差点一头栽倒在地上, 其他人也都一阵, 一瞬间而已, 像是经历了百事那么久远, 仿佛踏足前世与未来, 心神迷惘, 难以自拔。 后退! 毛球与小红吃了一惊, 股坟中没有能量波动了, 居然还有这等威势, 当真是了不得。 他们赶忙出手, 发出祥和的光, 将所有人村人都裹住, 带着他们倒退了出去, 站在远处观看。 土坟下, 石灵静地躺着, 毛子很深邃, 呼吸平稳, 但就是没有站起来。 孩子, 你怎么了? 不要吓我们! 老族长心交, 都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千万不要出现意外才好。 我是谁? 十号深邃的毛子, 酿出生气, 渐渐复苏, 像是从一场大梦中醒来, 他的手指颤了又颤。 众人闻言, 心头都是异领, 无比的紧张。 这是怎么了? 难道出了大问题? 虽然没有神能波动, 但这是轮回的力量, 不要靠近他, 非常危险, 他整个人都在一种奇妙的状态中。 小红说道, 十号身上的赤圣光芒, 早已内敛, 平和而宁静, 但是毛球他们分明感应到了一股很惊人的气息, 可让人踏足轮回。 我知道了, 至尊骨没有了, 他的肉身记下了这一切符文, 烙印血液中, 铭记骨骼上。 毛球说道, 他与小红猜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这一年来, 十号的潜意识不屈服, 非常顽强, 求生意志强的惊人。 这也是至尊血液快要枯竭后, 还能再次涌现的原因所在, 充分调动了所有的潜能, 只为活了下去, 磨灭诅咒。 这一年多来, 十号虽然在昏迷中, 但潜意识一直都在抗争, 与肉身结合, 不断轮回。 失去了至尊骨, 但是这种符文, 这种无上宝树, 却一直在被其使用, 烙印进了身体中。 或许可以说, 他在用肉身记忆, 这种宝树与他的身体凝结在一起, 即便没有了那块真骨, 也无需太担心。 按照他们的猜测, 一旦十号雾透, 贯通这一切, 可以随时施展这种宝树, 没有时间限制, 将更加惊人。 用肉身记忆, 这将化作一种本能, 就像是吃饭, 喝水, 呼吸一样自然, 当作常规, 这将更为直接与可怕。 当然, 想要进一步升华, 想要达到极尽, 还需要他进一步去参悟。 理解, 终有一天, 死法会成为一种本能。 他的这具身体, 也算是宝贝了。 以肉身记忆, 化为一种本能, 这可真是艰难与了不得啊。 毛球轻叹, 他们知道, 若非是那绿铜锈的存在, 需要不断以轮回对抗, 用至尊血千百次的洗礼肉身, 耗时一年多在生死中徘徊, 根本完不成这一步。 唯一让人担心的是, 至尊血可能干枯了, 这具肉身, 进行了这样的符文记忆, 最好还是需要以真血来滋润了。 小红叹道, 若有旺盛的至尊血滋养血肉与骨骼, 这种本能必将很快形成。 无妨, 我相信这种血还会出现的, 就像当年那样, 总会发芽, 更加茁壮。 毛球语气坚定, 他深刻了解十号的过去。 咦? 好像还有一些至尊血。 小红惊讶, 在十号的胸口那里, 有一小团写在发光, 若一轮红色神阳, 鲜红欲滴, 光芒赤裂, 竟透过胸骨与皮肉照耀了出来。 这是要至尊骨的部位, 毛球动容。 什么? 十村众人也都吃惊, 全都睁大了眼睛, 看着那里, 呼吸急促。 吃? 突然, 十号的体内, 喷勃出一股渐气, 斩向胸部, 发出非常绚丽的光, 让那一团血散掉, 并离开了那里。 这是本能, 还是无以为之, 自斩了那里, 不让真血在那里成形。 这团血散开后, 化成一片鲜红的霞光, 流淌进全身各处, 而后迅速燃烧, 不断喷勃, 进行最后的洗礼。 噗! 最后, 十号突然张嘴, 喷出一股血溅, 这一小团至尊血燃镜, 成为废血, 冲了出来, 当中包裹着一枚复杂的符纹。 咦? 这是什么? 石飞浇吃惊, 看着不服草上 黏着的那一滩鲜红刺目的血, 当中有一点绿光闪耀。 好强大的诅咒, 聚而不散, 都到了最后一刻, 还能浓缩在一起, 不过对十号没有任何威胁了, 被他击败了。 毛球惊叹, 这就是仙殿的那种诅咒符文。 黄羽带下借来的子符, 当日打进十号的体内, 一直扩散, 最后差点要了他的命。 现在绿铜绣符文被磨灭得差不多了, 最后的残余符文浓缩在一起, 被至尊废血带出, 真实的显化在阳光下。 这就是那种骇人的东西, 真是可恨啊。 村人全都愤慨, 为了这种可怕的诅咒之力, 他们费尽了心血。 十足更清净国力, 施展各种手段, 都难以除掉。 收起来, 十号这是要留下自己研究吗? 这样也好, 将来静上见, 他必然会与仙殿对抗, 透过此符, 能先了解一些。 毛球道, 我是谁, 在哪里? 十号吐出这口血后, 毛子中生气越来越多, 从赤胜到深邃, 再到平和, 逐渐正常。 孩子! 老族长喊道, 轮回了那么久, 该复苏了, 还不醒来, 速速超脱。 毛球与小红同时喝道, 用上了大神通, 以道阴吼出。 终于, 十号身上那股神秘气息散尽, 轮回之力内敛, 他的目光清澈了, 而后闭上了眼睛, 仔细思索。 呼的一声, 他坐了起来, 目光中带着喜悦, 带着泪光, 看向所有人。 活着, 真好! 他清醒了过来, 了悟了一切, 知道身在何方, 感受到了众人的紧张与关爱, 十号彻底苏醒了。 孩子! 那些阿叔, 祖劳等全部大叫, 这一刻, 让人心怀疾心号心号, 时隔一年多, 十号又回来了。 小号说! 一群孩子更是向前扑去, 一个个哇哇大叫, 全都兴奋无比, 跟一群猴子似的。 大壮, 二猛, 皮猴等人也都狼嚎, 向前奔去, 大笑着, 眼泪都忍不住落了下来, 这是一个让人喜极而泣的场面。 先不要激动, 让我们看一看, 是否还有轮回符纹闪耀, 不然会很危险。 毛球阻止众人, 毕竟, 那种宝树被十号的肉身记忆了, 将来会化成一种本能, 此时他刚复苏, 若是没有掌握好, 也许现在就会展现。 没事, 十号摇头, 他从土坟下一跃而起, 浑身发光, 而后又内敛, 站在了地面上, 脸上带着笑, 双目中蕴满了泪花。 一年来, 几乎算是死去了, 葬于坟中, 与所有人告别, 陷入永恒的黑暗与轮回中, 以为再也不能相见了。 而今, 他又活了, 见到了光明, 看到了熟悉的人, 这都是他最亲近的家人。 十号体内血气流转, 如长河奔腾, 他稍微一运转, 就发出了雷鸣声, 散发艳艳霞光, 绚烂夺目。 而后, 他快速脸去气息, 一切都无恙, 自身更加强大了。 一群孩子像是皮猴子一般, 全都挂在了他的身上, 爬上爬下, 开心得不得了。 可惜啊, 失去了至尊骨, 最后的那点真血也烧尽了。 十非交无比的遗憾, 这样说道, 毛球与小红点头, 轻微一叹, 若是真血不曾枯竭, 以此滋养身体, 会那让那种肉身记忆 更加深刻, 化作本能。 宝树还在吗? 石灵虎也很紧张, 我的肉身记下了。 而且早先轮回符文 就已烙印进我的心中, 一切都还在。 十号道, 擦去脸上的泪。 很好, 希望至尊真血有再现那一天, 那个时候, 也许会使宝树再次涅槃, 将超脱轮回更加强大, 到时候多半会震骨硕金。 毛球赞叹道, 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感谢风流的男子盟主飘红。 孩子! 石云峰颤抖着走到镜前, 妈撒十号的脸, 这简直像是一场梦, 还好当一切醒来时, 一切还在。 对于他来说, 只要石浩活着, 比什么都好, 其他都不重要了。 组长爷爷, 石浩轻患, 有些伤感, 笑着落泪, 老人在他死去的这段日子, 明显苍老了很多。 活着就好, 再也不要离开了。 石云峰话语带着颤音, 仔细地端向着石浩, 从大悲到大喜, 他心潮起伏, 难以自意。 石浩扶着老人, 帮他擦去浑浊的老泪。 组长爷爷, 不要难过, 我怎么会舍得离开呢? 我一直都在。 毫无疑问, 这一日的石村充满了喜悦, 所有人都振奋, 全村非常喜庆, 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活着真好, 我想念你们每一个人。 回到村中, 石浩也这般激动地说道, 他被人群淹没了, 一双又一双手臂叹了过来, 不断地摸他, 时隔一年多, 还能活着回来, 这是一个奇迹。 上苍开眼了, 让小浩复活了, 终于显灵了一回。 哼, 我石村的孩子就是命大, 老天也受不走。 众人大呼着, 激动地不知道说什么好, 石村无比地热闹, 所有人都来了, 孩子们像过年般奔跑, 带着所豢养的闪电犬, 赤与鹤等上鼓一种, 闹得鸡飞狗跳。 清风上前, 忍不住落泪, 哭得稀里哗啦。 走, 去喝酒, 不醉上三天三夜, 不能结束。 大壮, 胡子等人都红着眼睛说道, 擦去泪水后, 一群人拥促着石号就走。 村人热闹得跟沸腾似的, 家家户户都腾起了吹烟, 各种美味都在加工中, 大顶中水已沸腾, 鲜美的肉食散发香味, 飘出去很远。 而火堆上, 还有各种金黄油亮的野味, 涂抹上蜂蜜, 亮晶晶, 又加上其他佐料, 让人蝉咸欲滴。 还有各种姜果, 被放在银盘中, 源源不断地端来, 或者鲜红晶莹, 或者金黄灿烂, 果香浓郁, 芬芳扑鼻, 诱人之急。 孩子们又跑又跳又叫, 一个个皮得不得了, 全都十分开心, 彻底放开了。 自从十号市去, 已经很久, 没有这样欢快的场面了, 大人们也都乐得合不拢嘴, 任他们疯跑。 来, 先喝上一大碗, 庆祝小号活过来。 石灵虎哈哈大笑着说道, 他们席地盘坐在湖边的草地上, 摆满了各种肉食, 也果等美味。 一群人从老者到中年人, 再到大壮, 清风, 皮猴, 他们这一代的年轻人。 可以说, 老少奇聚。 嗖的一声, 金光闪耀, 一只牛犊子大的闪电犬, 从旁边跑过。 带起一股狂风, 并且电芒噼啪作响, 追着二猛的孩子而去。 好家伙, 这几头金色的胸犬, 越来越厉害了。 大人们感叹, 呼! 半空中, 一头紫金雕划过, 带着几个娃子, 风声呼呼, 也很惊人。 所有人都笑了, 很欣慰, 当初十号带着一群孩子走进大荒, 带回来的这些遗种幼崽, 全都成长了起来。 石村会越发地强大了, 一切都让人欣喜, 特别是这群孩子, 有灵药, 有古丹芳, 自幼被放在顶中蒸煮, 修行起来事半功倍, 还能坐在一起举杯, 还能一同喝酒, 真的太开心了。 二猛搭着舌头说道, 他时间不长, 就已经喝下两大坛子酒了。 哈哈, 难过了一年多, 今天阴云散尽, 真的好痛快, 一定要喝个够。 鼻涕娃大叫着, 又开始为众人倒酒。 众人坐在一起, 围着火堆, 上面烤油有各种野味, 油脂滴落在火堆上, 发出痴痴的声响。 所有人都很高兴, 不停地举杯, 喝得满脸通红。 孩子, 现在还想不想喝瘦奶? 说让人去给你熬伤一瓦罐, 咋样? 皮猴的腹喝得半醉, 这样打去道。 哈哈, 一群人大笑, 别不好意思, 真想喝, 现在就让人煮上一罐。 石灵狐等也起哄, 不像长辈的样子。 石浩脸皮在后, 也尴尬了, 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态, 因为还有一群小东西在旁看着呢, 全都笑嘻嘻。 小浩说, 瘦奶真那么好喝吗? 我咋觉得很一般啊? 小浩说, 是不是天天喝凶瘦奶, 可以长力气啊? 我也每天都在喝, 没觉得太管用呀。 一群毛孩子, 笑得很古怪, 强忍着大笑的冲动。 跟他开玩笑, 一曲阻牢解围, 笑骂道, 你们这群小兔崽子, 都给我一边待着去,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含着瘦奶修行, 可以事半功倍, 不信你们去试试。 石浩神秘兮兮地说道, 真的假的? 还真有很小的孩子信以为真, 屁颠屁颠地跑了, 想去尝试, 结果时间不长, 就跑拉回来。 骗人? 小孩叔叔, 你骗人, 害得我被瘦奶呛住了。 一群才会走路的小孩子控诉, 十分不满。 哈哈, 人们大笑, 这注定是一个很欢快的夜晚, 所有人都很放松与开心, 就是那些婶子, 奶奶也都喝了一些酒, 快醉了。 石浩坐在这里, 跟村人们有着说不完的话语, 谈到了身处, 土坟中时的感受, 也提到了过去在外, 闯新号新号时的各种见闻。 当然, 众人谈论最多的, 还是石浩折眠这一年来的事情, 提到了外界的各种情况。 石浩了解到了父母的去向, 知道了五色雀的救命大恩, 还有石国的种种变化, 心有感慨, 喜悦与伤感并存。 毛球, 小红, 谢谢你们。 石浩说道, 向他们敬酒。 两大生灵顿时瞪眼, 这家伙给他们起的名号, 实在有点不招待见, 不过在今天这大喜的日子里, 他们倒也没有太计较。 呼! 狂风大作, 清零鹰大婶带着三个孩子俯冲而下, 新号新号起一阵大风, 落在湖边, 这是石村最强大的几头凶情, 将会成为祭灵。 石浩你活着太好了, 他们大叫, 冲了过来, 以翅膀蹭他, 激动与亲密无比。 石浩也很高兴, 能够见到他们, 恍若隔世, 活着比什么都好。 随后又问道, 大红鸟呢? 在寻至尊神葬, 还在大荒中。 这一年多来, 清零鹰大婶与大红鸟是主力, 一直在大荒中寻找那处神葬, 打神石与黄蝶也跟着。 他们做这些的目的, 主要是想寻到逆天的造化, 看一看那里有没有还魂草的, 想救活石浩。 听到众人的解释, 石浩既是感动, 又是开心, 取过大号的酒坛, 递过去, 跟他们碰坛饮酒。 还有我? 还有我? 我也在寻找至尊神葬。 独角兽小白说道, 大口饮了一坛酒, 而后直接口吐白沫, 躺在了地上。 这只凶兽很不一般, 长出了洁白的翅膀, 有进化成为太古天马的可能, 神俊超凡。 可是酒品, 酒量实在不咋地, 众人哄笑, 看着他被孩子们抬走。 所有人都有了醉意, 但依旧在推杯换盏。 有着说不完的话, 十号手持一个浴罐, 轻轻摇动, 里面有一些残血, 包裹着一枚繁复的符纹, 呈绿色, 认真观看。 别研究了, 以后再琢磨, 继续喝酒。 大壮说道, 对了, 孩子, 你身上的伤真没事了吗? 石灵虎问道, 诅咒除掉了, 难以奈何我, 就是断骨, 还有肉身上的裂痕还在, 但很快就能长好, 十号答道, 他有些犹豫, 究竟是在下届养好伤, 还是等到上届再接断骨呢? 因为此届法则不全, 天道有缺, 到了上届后, 需打碎骨骼, 以那一届的法则淬炼一番。 还是先养好吧。 毛球建议, 也好, 十号点头, 孩子, 你终究还是要离去。 一群人都睁大了眼睛, 露出不舍, 全都担心了。 生离死别, 最为折磨, 十号好不容易才活过来, 又要分别了吗? 组长爷爷, 阿叔, 我还会回来的, 肯定还可以相见的, 将来在一起。 十号安慰道, 上去后, 再想下来就难了, 我们还能等到那一天吗? 组长时云风伤感, 才活着相见, 怎舍得他离去? 我们一定还会相见的, 只要给我时间数十年而已, 我就会想办法下来。 组长爷爷, 在离去前, 我会为你们练出金丹, 我们十寸的丹方是瑰宝, 可以让你们负担而突破, 最起码也能活上一两百年。 十号认真地说道, 即便如此, 众人还是伤感, 不愿他离开。 练那种金丹, 需要上百种的灵药, 很多都是稀有的奇药, 近乎绝种了, 很难收拳。 一位祖老摇头探道, 现在族人都知道了丹方的价值, 只是所需太惊人了, 很难依照那种药方炼制出宝丹来。 要知道, 上一次十号清净十国所有, 也才炼出六颗小涅槃丹。 村人虽然不需要这种高等级的宝丹, 但所需药草也一定很惊人, 需要大量。 无妨, 我肯定能收集拳, 那些不朽的大教的药田中, 一定不会缺少灵草, 十号眸光璀璨, 带着一股冷意。 你要去找他们的麻烦? 族人一惊, 有些人做了错事, 需要付出代价。 七神之所以能够顺利下界, 正是一些不朽大教的尊者血迹所致。 真以为我不知是他们所谓吗? 霍乱下界, 造下的杀孽太过了, 该有个说法。 十号说道, 一场血迹, 生灵涂炭, 造成数以千万, 甚至过意地生灵死去, 鲜血成河, 尸骨如山, 惊悚世间。 所有这些都是人祸, 是有意为之, 使上界的强者可以顺利下来。 最起码, 那几名尊者当诸, 不然我心难安, 迎去他们的圣地走上一遭。 十号补充道, 天色早就黑了, 心灰洒落。 那些人造孽啊, 为了下界, 到底杀害多少人, 真的当诸? 老族长说道, 满身酒气, 瞪着眼睛说道, 众人愤慨, 以下界生灵血迹, 完全是荡成了牲畜, 根本不曾当作同类, 残忍而血腥, 令人发指。 提到这些, 大壮, 二蒙等年轻人, 更是热血上涌, 恨不得亲自出手, 去将那些人击毙, 将他们铲平。 月光皎洁, 湖泊明镜如蓝宝石, 到深夜后, 许多人都醉倒了, 躺在草地上, 仅有少部分人, 还在围着篝火拼酒, 但是一个个, 都早已脸色赤红, 口齿不清。 孩子, 到了上界一定要小心啊, 听说, 那里大的难以想象, 随便一个州, 都比下界大, 广袤无垠, 没有边界。 石灵虎说道, 很不放心。 是啊, 上面太神秘了, 有禁区, 有神奇, 一切都充满了未知, 种族无穷, 高手如林, 千万要谨慎。 皮猴喝得醉熏熏, 也在提醒, 非常的不舍。 这一年多来, 他们通过秦英宁等人, 了解到不少关于上界的事, 对那广袤无垠的未知世界, 充满戒备, 十分不放心。 我会注意的。 石灵虎道, 现在世间已无小时, 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 上去后, 应该不会有危险。 到了上界, 他可以从容而行, 壮大己身, 一旦真正争斗起来, 可以给一些人惊喜。 最近晋疾思动, 再过几年, 等我呆腻了, 也去上界看一看。 小红说道, 调养了一年多, 身上的伤终于好得七七八八了, 的确想出去转一转。 毛球带着酒气说道, 他与小红同西方教的那位强者交战, 遭了重创, 身体都失去了半截, 才拼死对方, 养伤一年多, 终于再生出肢体。 我听闻, 而今的上下两界, 无法贯通了, 天路已断, 已经不能往来。 石飞焦提到了这件事, 而且, 这还是两个月前的消息呢, 最近他们封闭了祭坛, 与外面隔绝, 料想现在越发的难以沟通上界了。 嗯, 是这样, 据传那些不朽大教, 比如布老山, 西方教等, 无法向上界传递消息了。 清风点头说道, 十号醋梅, 若真是斩断了天路, 他再想上去的话, 多半会有不小的麻烦。 不过他相信, 一定还有路可以走。 深夜, 星光点点, 湖边的草地上躺了一片人, 全都醉了, 就连十号都不例外, 因为太高兴, 完全放开了身心。 直至清晨, 八针鸡咕咕地叫了十几声, 醉倒的这群人才陆续醒来, 皆哈哈大笑。 小浩说, 我们为你熬了瘦奶, 给。 村中的妇孺昨晚睡得较早, 他们没有喝醉, 自然早已起床, 此时一群孩子跑来, 黑黑笑个不停。 十号捉住一个, 赏了他一个暴力, 痛得小家伙哇哇直叫。 小浩说你看, 我们真熬煮好了, 可香了, 你快点喝吧, 一会儿带我们进山去, 好久没去大荒深处了。 一个孩子嚷道, 的确, 一个瓦罐中, 有白色的枝叶蒸腾雾气, 散发清香, 被他们举了起来, 表达孝心。 这是新号新号罗的贿赂, 为的是让十号带着他们进山, 去疯跑与撒野。 嘿嘿, 虎子, 鼻涕娃, 皮猴等都在笑, 看着十号, 等着他出球。 十号也笑了, 大大方方从孩子们手中接过瓦罐, 咕咚咕咚全部喝了下去, 最后擦进嘴角的奶渍, 赞道, 好喝, 味道不错。 这看得大壮, 皮猴, 清风等人目瞪口呆, 彻底无言,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你这小子, 石灵虎等人也全都笑了, 不自由自主地摇头。 一群孩子发傻, 原本只是想表达下心意, 虽有贿赂的成分, 但觉得他肯定不会喝, 没有想到全喝尽了。 就在这时, 一个刚会走的小东西不满了, 撅着嘴巴, 嘟囔道, 这是我们的早餐, 全被小浩叔喝了。 旁边, 还有两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娃, 不足两岁, 也都在扁嘴, 一副要哭的样子, 道, 小浩叔, 你抢我们的瘦奶喝。 这一刻, 石灵虎的老脸挂不住了, 落荒而逃, 回到了族长的院子中。 哈哈, 村人大笑。 毫无疑问, 在接下来的几日里, 村中充满了欢声笑语, 时候满足了所有孩子的愿望, 带着他们出入大荒, 不断探险。 期间, 大红鸟, 打神师, 他们也回来了, 嗷嗷直叫, 再次重逢, 活着相见, 让他们惊喜。 这些天来, 每天众人都会在湖边畅饮, 一聊就到深夜, 精神愉悦。 在此期间, 十号走遍这片大荒, 进入无尽深远的原始区域, 这些地方人烟绝迹, 很多万年没有人类踏足过了。 他除了带回来十几株灵药, 栽种进石村, 还寻回来一些瑞兽, 详情, 虽然比不上八真鸡, 但也极为难得。 这是银灵秋? 老族长惊讶, 他曾在古书上看到过, 关于这种生灵的记载, 通体银白, 带着清香, 最大只能长到一尺, 非常细珍。 银灵秋要用价值极高, 可以强筋撞骨, 滋补身体, 是一种非常珍贵的灵物。 这一次, 十号从大荒深处一个巨湖中, 捉来数百条, 全部放养进石村外的湖泊中, 这座湖同样被村中的大镇守护, 早已是一座灵湖。 湖中本来就有一种龙虚鱼, 也不是繁品。 呀, 金色斑纹的老鳖, 不用杀伤, 谁若是重伤, 取他一点血液, 就可以治疗好身体。 十灵虎惊叹, 十号一桌就是八只, 同样放养在了湖中, 这些都是灵物, 没有什么攻击力, 若是繁育起来, 将来都是宝贝, 可以改善族人的体质。 接连半个月, 十号不断进入无人区, 在大荒中探索, 带着孩子们, 带着大红鸟等, 带回来不少真物, 从金羽鹅到木铃牛等, 应有尽有, 都是温和的种类, 等若是一群家畜, 养在石村附近, 因为, 十号就要离去了, 非常不舍, 想在临行前, 为村人最后做一些事。 十号也利用这段时间在养伤, 那断骨重新接续, 肉身的裂痕全部消失, 他浑身透亮, 洁白如玉石, 血气滚滚如长河。 这一日, 十号盘坐在一座山峰上, 周身云雾蒸腾, 口鼻间有白色气流出现, 如真笼一般, 绕体而行。 呼! 最后, 他喷出一道精气, 震得整座山体聚颤, 浑身毛孔舒张, 发出璀璨的光。 与此同时, 他体内劈啪作响, 机体晶莹雪白, 一下子站了起来。 毛子中神光战战, 若天日隐敷当中, 他的伤全好了, 当年四分五裂, 肉身瓦解, 遭疮极重, 这一年的沉眠, 状态不变, 一直保持在那里。 好了, 我的战力比以前强了一大截, 他自语, 伤势静好, 该出去转一转了。 小号说, 今天毛球斩了这一只胸胶, 长达好几十丈, 浑身发光, 可凶了。 下方, 一群孩子汇报, 小号说, 我们快回去吧, 组长爷爷他们已经, 将那头胸胶放在火上开始烤了, 香气隔一里地都能闻到, 还我从没有吃过胶肉呢。 十号文言, 不禁大笑, 道, 好, 我们回去, 今晚, 又能喝个痛快了, 居然有胶肉可吃。 他俨然成为了孩子王, 带着一群小家伙, 朝村中赶去。 十国, 都城, 几位老王正在一座殿宇中议室, 全都皱着眉头, 气氛有些凝重。 到底发生了什么? 祖地与外界隔绝了, 无法传递消息, 千万不要有什么变果。 湛王一叹, 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 阴性皆无, 该不会真有什么事吧? 冥王说道, 十号已经死去一年多了, 几位老王时常想起他, 唯有一声叹息, 他天资金事, 强到可以与神相争, 可却因年早逝, 太可惜了。 可惜了, 陛下呀, 天纵之姿, 却过早地死去。 彭九摇头, 而后突然想起了什么, 道, 对了, 关于那件事, 你们怎么看? 还能怎样? 坚决不给, 不用想也知道, 肯定是那几个大教, 别以为我们不知。 湛王冷笑, 最近, 有人来到十国, 与他们联系, 想要虚空熔炉, 也想要七神所留下的残器, 愿意其他材料交换。 这些人真的该杀呀, 当年绝对是他们修建的祭坛, 以无数生灵活迹, 引七神下界, 现在还好意思索取遗物。 冥王寒生道, 他们最想要的, 还是虚空熔炉的残片。 湛王道, 一年前, 正是因为那座熔炉护着七神, 才让他们顺利下界, 尽管他自身内运的符文破灭了, 且还在西灵界中被击碎, 但残片依旧价值惊人。 因为, 他的材质十分特别, 当中掺有一些虚空精, 这是最珍贵的神圣宝料之一, 举世难寻。 当日, 石灵并不太了解其价值, 但却也带了回来, 放在石国内裤中。 报! 电语外, 一名侍卫禀报, 送上来一封信。 这张纸散发点点光运, 带着强大的符文之力, 上面写有一些话语, 依旧是在提虚空熔炉的事, 想要交换。 软硬兼施, 一方面提出交换, 一方面又在威胁我等吗? 说什么虚空熔炉是不祥之物, 长久保存, 容易引发血结, 当真是该死, 这是警告我们吗? 战王怒火腾起, 他想到了石号, 想到了他的陨落。 正是因为几个大教, 进行天国血迹, 才导致了后面所有事的发生。 我们还没有去找他们的麻烦, 进行报仇, 有些人自己倒坐不住了, 这次一定要有个说法, 当我时过好期吗? 彭九看完信后, 站起身来, 站起澎湃。 石村, 这是一方净土, 石号, 在选取自己的东西, 带上了世界宝盒等, 其他都将留在村内, 他心中一叹, 最后一战时, 损失很大。 他选择自曝, 石村的两件阻弃都残破了, 那张兽皮上出现两大窟窿, 前后透亮, 那块兽骨也裂开了。 要知道, 这可是两件神灵法器, 居然在那一战中, 被毁成了这个样子。 除此之外, 镇国神级, 法剑等也都破损, 让人扼腕长叹, 倒是鬼爷所留下的断剑无恙。 而最让石号感觉可惜的是, 不灭金身战衣碎掉了, 曾穿在他的身上, 最后裂成数十片, 算是解体了。 要知道, 这可是一件残缺的太古瑰宝, 足以引发神灵眼红, 关于这种西式战衣有很多秘密。 唯一庆幸的是, 这战衣解体后, 留下一个核心模块, 并未损坏分毫, 如一块墨浴般通透, 符纹闪烁。 可以想象, 它有多么的坚硬, 法器尽损, 这个核心块, 却依旧无恙。 不知道还能不能修复了。 十号小心地收起。 孩子, 一切都要小心啊。 老族长叮咛。 村人都来了, 为他送行, 看着他与清风登上村中的祭坛, 许多人眼中含着泪, 在那里默默挥手。 族长爷爷, 阿叔, 你们所有人都保重。 十号说到, 眼睛也有些模糊了, 这一别也许就是数十上百年了, 甚至是永远。 因为, 这次离开后, 他处理完一些事, 很有可能就不回石村了, 直接去上解。 祭坛上光芒一闪, 他与清风踏进一条通道内, 从这里消失。 十国, 皇宫内。 嘿, 这些人还真是成功激起了我的怒火, 以活人献祭, 造成无边杀劫, 渐渐害了我十国的皇者, 还敢来索取虚空熔炉? 战王杀气腾腾。 这一日, 又接到了一封信, 依旧是那个意思, 不过威胁的话语加重了几分。 上面写得非常清楚, 七神所留下的遗物都不祥, 若是在这样保留下去, 必然会有惨祸发生, 也许会是国伤。 可惜, 与石村隔绝了, 不然请出那两位来, 一定吓死他们。 冥王说道, 他自然是指, 毛球与小红。 一年多前, 两个点燃神火的生灵, 曾来过这里, 看望垂死的石号, 只是这被当作绝密, 封锁了消息。 当时, 两神自身遭疮严重, 皆缺失了半截躯体, 现在想来, 应该恢复得差不多了吧。 真是欺人太甚, 害了石皇, 还想来索取那些凶器, 当我实骨无人了吗? 彭王寒声道, 截二连三, 这几日内陆续收到几封信, 让他们肝火大动, 义愤填膺。 这数日来, 他们一直在布置, 有必要采取行动了, 同时也很谨慎, 既然猜测到, 是几个大教在逼压, 那么绝不能放松。 要知道, 那几个大教的尊者加起来也有数位, 若是持有一些强大的神灵法器突然杀来, 那将会非常恐怖。 我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 很想直接杀向那些大教, 推翻他们的山门, 全部横扫。 战王说道, 可惜了陛下, 那么京师的天赋, 死得太早了。 提到十号, 几人都沉默了, 心中不好受。 十号堪称绝宴, 年少成名, 扫尽朱迪, 却落得那样一个下场, 当真是命运多舛, 让人每次想起都要叹息。 秦号拥有两块至尊骨, 而今在上界一定是大放异彩了吧。 几个月前还曾有消息传下来, 他连拜武大天骄, 原本十皇也会上去, 也要明动一方, 他们说不下去了。 事已至此, 还能说什么? 小时已是, 死去一年多了, 终究是成为了历史的尘埃。 而另一个少年, 能得到十号的一块骨, 在上界崛起, 那是他的造化, 而今谁也无法阻止了。 可恨啊, 我等实力还是欠缺了一些, 不然一定会为陛下先出一口恶气, 除掉那些大教的根基与道统, 会有机会的, 只是那仙殿在下界没有什么传承, 无法去对付, 殊为可惜。 几位老王议论, 谈到十号, 不免又有些伤胆。 就在这时, 皇宫内的祖祭坛发光, 十分灿烂, 构建出一条通道, 有人要走出来了, 顿时惊动了守护在这里的侍卫。 报, 有人在祖祭坛出现, 有侍卫禀告。 什么? 几位老王全部站起身来, 而后快速向祭坛赶去, 凭着直觉, 他们知道石村的人过来了。 果然, 他们看到了清风, 见到他从祭坛上走下。 陛下, 发生了什么? 为何一去就是两个多月? 而且, 石村与外界隔绝了。 冥王问道, 他所说的陛下, 自然是指清风, 因为已经继位。 清风带着笑意, 没有一点架子, 反倒向几位老王施礼, 将他们当作祖爷爷, 道, 石村有变故发生。 究竟是何事? 几人心头都是一跳。 与此同时, 他们注意到通道不曾闭合, 里面还有一条身影, 缓缓走出, 踏在祖祭坛上。 啊! 附近的侍卫惊呼, 全都张口结舌。 湛王、 凝王、 彭王等看到了那条身影, 脑中顿时轰隆一声, 感觉热流袭上双眼, 浑身血液一下子沸腾了起来。 B、 下! 他们声音发颤, 简直难以置信, 盯着祭坛上的年轻人, 全都张大了眼睛, 觉得浑身发热, 在微微抖动。 时隔一年多, 那道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 如同梦幻一般, 让每一个人都聚症, 口干舌燥, 不敢相信。 陛下, 真的是你是吗? 不要说是那些侍卫了, 就是几位老王都觉得如在梦中, 全都震惊无比。 这一年多来, 除雀、 清风、 秦宜宁等有数几人外, 也只有月蝉从这里出现过, 现在居然见到了十号。 我不是在做梦吧? 十皇, 他还活着, 又出现了。 一个侍卫忍不住大叫。 陛下, 几位老王冲向前去, 他们确信, 这不是幻觉, 那种气息太熟悉了, 不会有错, 是十号回来了。 是我, 让你们担心了。 十号迈步走下来, 见到几位老王, 他也很激动, 患难见真情。 当重伤垂死时, 这几人倾尽十国所有, 张绑天下, 寻各种办法, 只为救活他。 为此, 几位老王付出了很多, 纳成带的丹药积成了一堆, 跟粮食似的, 绝不可能是白白得到的, 显然是换来的。 此外, 还有一株圣药, 更不可能随便拥有, 一定是以十国内裤中的一些绝世瑰宝, 去圣地换取的。 陛下, 真的还活着? 所有人都大叫, 一些年轻的侍卫, 更是跳了起来, 兴奋与激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哈哈, 湛王大笑, 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这实在出乎意料, 让他心怀机心号心号, 他对七神憎恨, 对上界的几大传承愤怒, 很想为十号复仇, 可是真正的敌人不是死透了, 就是在上界, 他无能无力。 这一年多来, 他心中有一股浴火, 觉得十号死得太让人遗憾了, 过于可悲, 他经常戒酒消愁。 可是今天, 他竟见到了十号, 看到了他完好的走出祭坛, 在线眼前, 这怎么不让他激动与颤抖? 这是一个奇迹。 冥王也发颤, 冲了过去, 端向十号, 生怕是一场幻觉。 陛下, 你果然超烦, 哈哈, 这此上仓总算开眼了, 这天下都将不再寂寞。 彭九哈哈大笑, 热泪盈眶, 激动无比。 哈哈, 畅快的大笑声, 响遍此地, 震得成群的宫殿摇动, 几位老王也不知道有多长时间, 没有这么痛快过了。 他们回到中央天宫, 听十号讲述起死回生的经过, 几大尊者感慨无限, 最后挥手, 让人去准备酒宴, 一定要痛你, 喝个鸣鼎大醉, 好好地庆祝一番, 他们太高兴了。 宫殿中, 笑声不绝, 碰杯的声音不断响起, 几位老王实在憋语太久了, 能有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结果, 让他们差点仰头长笑, 此时唯有没酒, 能堵住他们的嘴, 真的太高兴了, 没有想到还有这样一天, 痛快啊, 陛下起死回生, 不知道那些大叫知道后, 会是什么表情。 消息如果传出去, 我想举世都要震惊, 感觉不可思议, 恐怕没有人会相信, 一定都觉得是假消息。 他们推杯换盏, 酒不醉人人自醉。 这是什么? 十号见到了桌上的信间, 露出一色, 持在手中观看, 很快脸上就露出了冷笑。 他自然能够猜出, 一定是几个大叫在索取, 想要欺神的残气, 他没有想到, 虚空熔炉这么重要。 虚空精是西式神料, 十几万年都难以见到一小块, 这座熔炉中运有一点, 引起了他们的觊觎。 冥王解释道,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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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号连说了三个好字, 他没去找几个大叫的麻烦, 对方竟先要登门了, 让他心中腾起一股火焰, 勾结上剑, 害得陛下陨落, 还敢如此, 这次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战王说道, 十号回来了, 让他们振奋, 更加无惧什么, 给他们回信, 告诉几个大叫, 他们的振教之宝, 那些真神法器等都是不祥之物, 九流教中会有血结, 让他们速速送到石国来。 十号说道, 几位老王先是一呆, 而后全都大笑, 这是在针锋相对, 这样回信的话, 将那些话全部还回去了。 再补充上一点, 献他们两日内送来镇教宝具, 不然我将亲自登门区区。 十号霸气地说道, 谋光设人。 好, 不光是几位老王, 就是那些年轻的侍卫, 也都振奋无比, 全都异常激动, 石皇回来了, 果然强势无比。 这个月快过去了, 兄弟姐妹有月票的话, 请投出吧, 小师傅生, 求票了。 今天也是周一, 感谢。 这番话语, 让几位老王心中痛快无比, 全都大笑了起来, 正一年来, 他们心中始终有一股玉气, 而今一扫而光。 而周围的那些侍卫, 更是心潮澎湃, 热血沸腾了起来, 全都握紧了拳头。 自十号死去, 所有人心中都别憋着一股气, 更有一股化解不开的阴霾, 笼罩心头, 无法宣泄出去, 十分难受。 事该了结了, 要有一个说法, 该让他们付出代价了。 彭九说道, 墓中有金光闪烁, 如同电芒盘。 石后间接因这些大叫而死去, 对方还敢上门索要那些凶器, 这实在是欺人太甚。 而今十号归来了, 他还活着, 魄力还在, 霸气依旧, 敢与神开战的人, 还会怕什么? 所有人想到接下来的事, 都血脉喷张, 十分激动。 有人取来一些纸墨, 也有一些骨块, 十号并未动手, 让几位老王克血, 就依照他所言, 将那些言语奉还了回去,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这一夜, 宫廷中灯火通明, 所有人都喝醉了, 连那些守护在此的侍卫都参与了进来, 跟着痛影, 倒了一地。 几个老王酒后情难自异, 一阵哭一阵笑, 十皇逝去, 让他们觉得很憋屈, 不能接受那样一个结果, 如今终于彻底释怀了。 所有人都醉倒了, 只有十号坐在那里, 目光炯炯, 如火炬般在燃烧, 在夜晚格外地璀璨。 给我们回信了, 十国都城, 一处府邸中, 一人盘坐在蒲团上, 通体都被朦胧的光笼罩, 壮若神奇, 他接过信间, 认真阅读完后, 神色冷漠。 十国还真是霸气, 真以为有几位尊者后, 就可以称兄天下了吗? 即便是在这无神的时代, 也不行。 五十, 宫中的侍卫将信送进殿宇中, 此时几位老王早已醒了, 正在与十号还有清风说话, 都很畅快, 带着笑意。 这么快又来信了。 冥王接了过去, 看罢后脸色微沉, 道, 他们在警告, 说不祥会伴着血解。 国伤, 这是要最后的威胁吗? 哦, 气波很大, 预言我十国皇宫殿门将遭天罚, 伴着血雨。 十号看过信后, 笑了起来, 但却有些冷, 道, 我等着看。 午后, 晴朗的天空中出现一朵血云, 遮蔽了天日, 无比的压抑, 缓缓向着皇宫方向遮拢而来。 来了吗? 还真是肆无忌惮啊, 敢这样出手? 湛王脑了? 不对, 这是血迹所产生的煞气, 将此血云牵引而来, 想要在我十国皇宫来一场血迹吗? 蓬酒目光如电, 天空中隆隆作响, 那血云很厚, 伴着雷鸣声, 滑出一道道黑色的闪电, 十分的诡异, 惊呆了十都的普通人, 发生了什么? 不少人惊恐, 那云朵越压越低, 快贴到了地面, 笼罩皇宫殿门, 像是要降下灾祸。 十国无道, 逆天行, 天乏降临。 随着血云落下, 传出一股浩大的声音, 威严无比, 震心好心好而下。 街上, 顿时有不少人慌乱, 凡人最怕这种未知的诡异, 全都发抖。 妖言惑众, 诸位不要慌, 看我斩妖。 皇宫深处传出一道声音, 响彻整片长空, 与此同时, 一口铜炉从皇宫中飞起, 缭绕火光, 散发赤圣神能, 冲击向那片血云。 然而, 铜炉刚临近, 那血色云朵便开始燃烧, 发出了更为了七雁的赤光, 如同血一般, 染红整片天空。 冥王一正, 继续催动铜炉, 要化尽这片血云, 让人吃惊的是, 它越发七雁, 熊熊燃烧, 符文密布, 遮拢而下。 这是一座诅咒法阵, 十分浩大, 它这是有备而来啊, 当中蕴含了无尽的煞气, 一时间难以化尽。 彭九说道, 真的惨暴啊, 它竟想血迹皇城, 还想让红玉的悲剧上演吗? 战王奋恺, 来人果然很辣, 布下大阵, 想要造成杀戒。 几大尊者自然不怕, 但是却不见得能够护得住皇城所有人, 有部分人可能会被血雾淹没, 那样的话, 必要血剑当场。 几大尊者就要腾空而起, 去破解这座血迹大阵, 同时要寻出那个人, 将他击杀。 不用了, 我来。 十号说道, 它一掌向天空拍去, 一头朱雀浮现, 火光腾腾, 恐怖无比, 一下子焚烧了整片天空, 并加持在冥王的那口宝炉上。 在痴痴声中, 诸多诅咒符文湮灭, 飞快溃散。 而成片的血云, 则直接被收进那口宝炉内, 被炼成了灰烬。 城外, 有人身体一震, 露出金融。 他知道, 这座诅咒法阵, 奈何不了几大尊者, 但是绝对可以引发血结, 将一些侍卫, 还有常人活祭掉。 不曾想, 这才刚开始, 就被人破解掉了。 怎么回事? 他躲在云层中, 望着石国都城内, 小心地观看, 他不信那几大尊者, 可以这么快就破解掉。 嗯? 突然, 他吃了一惊, 发现有人锁定了他。 这是谁? 不可能。 他相当地惊悚, 来人比石国的几位尊者强大很多, 灵觉敏锐的下人, 已发现了他。 妖言祸众, 犯我石国黄兜, 当珠。 一个慰言的声音在黄城中响起, 接着一只很大的手掌, 探上了高空。 此人大惊, 他知道对抗不了, 震散云朵, 转身就走, 觉得这个人太可怕了。 然而, 已经晚已, 那只手掌呈土黄色, 巨大无比, 符文密布, 一下子就探了上来, 笼罩了高空, 类似掌中世界神通。 给我破。 此人也是一个尊者, 虽然才破入此境没多久, 但实力非常强横, 擅长布阵, 以及施展诡异之术。 这个时候, 他抛出数十杆震旗, 随风暴涨, 大旗烈烈, 撑开天地, 想要震开那大手, 让他逃出去。 让人吃惊的是, 那手掌发光。 壮若彭爪般, 符文更加密集了, 反傲莫测, 快速收拢, 令他的那些大旗全都暴碎。 什么? 这是, 他震惊了, 想喊出昆蓬法几个字, 但是来不及了, 砰的一声, 就被那只大手抓住, 然后一把拉进了皇宫内。 从天空消失, 十度众人震撼, 这是何等的神呢? 一只手自宫中探出, 没入云层, 跟神话一般。 仅一击而已, 便请走了一位十分强大的人物, 让人瞠目结舌, 口干舌燥。 妖魔以除, 大家不用在意。 皇宫中传出声音, 止住躁动, 让所有人都平静下来, 充满了安全感, 觉得石国有这等强大的人物守护, 注定要昌盛。 你是, 中央天宫内。 那个被擒下来的人话语发颤, 他睁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 我见到谁? 不可能。 他使劲摇头, 让自己清醒一些。 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这太不可思议了。 一个死去一年多的人, 怎么又出现了? 他觉得, 一定是幻觉。 石国的尊者布下法阵, 干扰了他的神识, 不然何以如此? 啪! 十号高坐宝椅上, 俯视着他, 一挥袍袖, 将他抽了个大跟头, 撞在密布有符文的柱子上, 让他口吐鲜血。 你, 真是小时, 他一下子梦了, 感受到了昆蓬丽, 看到了那个少年的眸光, 一下子惊醒, 声音发抖。 这简直不可思议, 影响太大了, 石后居然活着出现了。 那一年前死去的人是谁? 这颠覆了他的认知, 一时间那难以接受。 我不去找你们的麻烦, 你们该庆幸, 还敢来我十国脚呢? 石后赤道, 他很年轻, 但却有一股大威严。 这个尊者面如死灰, 他知道完了, 以小时之战力, 曾经图过神, 在尔经的天下, 谁还能阻挡? 几个大教联手, 威逼石国, 索取虚空熔炉等, 这真是踢到了铁板上, 绝对难有好下场。 你怎么, 活下来了? 他觉得不可思议, 毛骨发寒, 这天下注定不会寂寞了, 石后回来, 肯定要掀起一场巨波。 你只是一个阶下囚, 有什么资格询问? 冥王赤道, 石后很直接, 再次探出那只大手, 将他抓起, 而后探索其实海, 看一看到底究竟都有哪几方人马想出手。 你, 他自然抗拒, 没心军炼, 就要炸开。 石后快速将其阵风, 阻止他解体, 让人遗憾的是, 涉及到这一族的宝树等, 还是无法探究, 有该族的神秘禁止。 不过, 他却也知道了究竟是哪几个大教联手, 自语道, 比我想的还多, 不过正好也与他们有因果, 正好一并了结。 是, 一道剑气扫过, 这名尊者头颅滚落, 被斩落了下来, 他的元神想逃走, 却被剑气搅碎, 死了个彻底。 皇宫中, 众多侍卫热血沸腾, 石皇刚一回来, 就斩杀了一位强大的尊者, 这种手段让人敬畏, 全都探服。 他们知道, 接下来将更为激烈了, 石皇必将要清零几大不朽的大教宗, 讨一个说法, 实现所说的话。 几位老王也握紧了拳头, 石皇归来, 这般的强势, 果然有君临天下之姿, 这一切才开始, 将席卷天下, 弃吞山河。 此时, 外界一片嘈杂, 消息迅速传了出去。 皇宫中探出一只大手, 符纹闪耀, 破开云雾, 一把抓走了一个强大的修士, 生情活捉, 引发轰动。 有小部分人知道, 被请走的高手, 是何等人物, 全都惊悚, 感觉有些不对, 心中十分怀疑, 那可能是。 因为有人感觉到了一股熟悉的契机, 心中怀疑, 觉得那是昆蓬力, 当时有谁能将此树修行到这等境界? 不可能, 小时已是, 这个世间再无人可以将昆蓬宝树, 炼到出神入化。 有人摇头, 否定了猜想, 外界, 一片沸腾。 这一战虽然短暂, 但是却已经引发一场轩然大波, 因为有一些人知道, 被请走的人是一个尊者, 被一把抓走了。 帮我们的黄金总盟诸神承诺的, 永远拉下票, 有一个盟主评选活动, 每人都有免费票, 还有最后几个小时就结束了。 风声四起, 一位尊者折损在十国都城, 这是一场巨大的波澜, 四方皆经。 在这无神的时代, 且尊者数量稀少, 尊者已是最顶级的战力, 结果被人一把就从云层中抓走, 太过震撼。 究竟是谁? 人们难以猜到。 能够施展太古师兄的宝树, 并有如此造诣的人, 也许只有一个小时, 可是他却被第一个否定了, 因为他已经死去, 天下尽知。 转眼一年多过去了, 小时竟已陨落这么长时间了, 默然回首, 许多人怅然。 因为这件风波, 人们不可避免地想到了他, 都觉得很可惜, 如最绚烂的仙趴凋零, 空留下残缺与遗憾。 十号如果还活着, 究竟会怎样? 恐怕很多人都会不安吧, 尤其是那几个大将。 十号死后, 他的话题还在, 关于他的传说再次被人们提起, 而一切都只因那似曾相识的昆蓬法。 一些年轻人神色复杂, 十号的存在像是一座大山压在他们的心头, 同辈无人可与其比肩。 他死去一年多了, 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而一些年纪更小的少年, 则一阵悠然神往, 因为他们的长辈, 师兄师姐都在谈那个人, 昔日辉煌还在。 外界, 风风雨雨, 很多人在猜测, 一轮, 十国皇宫内, 十号盘坐, 宝箱庄严, 在其周围十大洞天齐开, 释放出不朽的契机, 这种光连成了一片。 天哪, 这就是陛下的十大洞天。 一些侍卫惊呼, 全都激动而又震惊, 第一次见到十号展现, 便是湛王, 彭九等也都惊异, 不得不长叹, 十号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 绝非侥幸, 每一个境界都修到了极静, 强得可怕。 那里, 共有十大洞天, 全部在发光, 每一口都比一般的修饰的洞天, 开阔与庞大, 这样连在一起, 化成不朽的神盘, 将它笼罩在当中。 十号盘座, 神圣而庄严, 十大的洞天内有鲲鹏, 酸泥, 朱雀等在沉浮, 随着它的一声轻斥, 这些生灵分别冲出。 轰然一声, 十国皇宫中发出一声巨响, 恐怖气息滔天, 它在释放自己的灵声, 让它们走出洞天。 陛下, 谨慎一些啊, 虽然灵声同样强大, 但是这样分别走向不同的大域, 可能会出问题。 彭九劝谏, 冥王点头, 那些大教从古代到今天, 一直屹立不倒, 自有其辉煌的道理, 陛下要小心啊。 他们很担心, 只出动灵声的话, 万一对方动用真神法器, 或者激活上古法阵等, 单一的灵声可能会遇到危险, 伤了真神元气。 十号点头, 我知道, 灵声先行, 只要是想锁定那几个尊者, 避免他们顿走, 不会梦了。 那就好, 几位老王点头, 天宫中, 一头昆蓬, 闭腻四方, 身体缩小到一尺多长, 而后化成一道神光冲了出去, 登上祖祭坛, 前往北海。 十号从那名尊者的尸海中探索到, 海族有两大势力, 参与了这次行动, 一个是徽焦尊者, 另一个海魔族的尊者。 这两大强者与十号曾有救援, 尤其是徽焦尊者, 在北海昆蓬潮混战时, 几次要杀十号, 不过却反被杀一道铃声。 一头昆蓬直扑北海, 就是为他们而去。 随后, 一头紫金酸泥咆哮, 电芒劈啪作响, 原本非常巨大, 流转绚丽符文, 现在快速缩小, 不足一米高, 登上祖祭坛而去, 前往小溪天。 十号没有想到, 这一轿也想出手, 针对石国, 这绝不能宽恕。 他对小溪天, 原本就没有好感, 当年还没有走出大荒, 在石村中修行时, 就曾接触到 该轿收编的一些流寇。 那些人为了寻找 至尊神葬, 杀害了大荒中很多部落, 满手血腥, 十号曾经亲手灭掉过一批, 并且斩过一头金色的寄灵, 穿山甲。 小溪天竟也要出手, 真是可恨啊。 战王道, 幸好石号先洞西了, 不然还不知有这股势力加入。 他们与西方教关系末逆, 上古年间本是同源, 这次肯定是因为西方教的关系 而参与进来的。 彭九说道, 哇! 一头朱雀斩翅, 通红无比, 自那祖祭坛离去, 前往西方教。 随后, 一个人形铃声出现, 手持黑色断剑, 前往布老山。 再后, 一头真黄出现, 羽翼仙亮, 昂首而鸣, 自祭坛离开, 冲向补天教。 十号的几大铃声先后离开, 为的是锁定那些大教的尊者, 避免他们提前得到风声而潜逃, 这等人物若是顿走, 将来必是祸患。 他下定决心, 要对付几个大教, 自然不会允许那些祸首逃脱, 全部要斩灭个干净。 众人神痴目眩, 十号出动几大铃声, 威势滔天, 这是要动真格的了, 接下来必然是一场狂风暴雨。 这一日, 几大教都接到前方传回来的古书, 全都惊疑不定。 竟然死了一个尊者, 到底怎么回事? 最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 石国反过来威胁他们, 要他们交出镇教宝具, 说那些是不祥之物, 否则会有血结发生。 这不能容忍, 他们威逼的话语, 竟被原封不动地还了回来, 且更甚。 那个人到底是谁? 补天教与小夕天, 不是各有一名尊者在石国吗? 请他们探查清楚。 石国, 一片山岭中, 有一座临时开辟出的洞府, 当中两个森林打坐, 周身笼罩着朦朦的光, 壮若神奇, 散发强大气息。 其中一个通体洁白如玉, 虽然具有人形, 但是鼻子很长, 且还有一对静音的象牙, 正是小夕天的强者, 白玉龙象。 这种生灵, 是该教的护教瑞兽。 另一人鹤发童颜, 唯一个人类, 正在吐纳, 呼吸间有龙形气柱在口鼻间喷吐, 一看就是了不得的高手。 石浩若是见到此人, 绝对不陌生。 当年他与大石在虚神界决战后, 此人与西花婆婆曾经一起出手, 想要杀他, 正是补天教的一位尊者。 当年, 此人动用诅咒之力, 很是奇鬼, 差点让石浩着道。 走吧, 我们去看一看, 到底是和方神圣出现在了石族。 他们停止吐纳, 站起身来, 向石国皇都赶去。 离威娥的石国皇城, 还有一段距离时, 两人便止步了。 补天教的老者冷笑, 道, 我们不去冒险, 就在外面, 看我如何给他们一个写的教训。 他决定动用诅咒之力, 以此杀掉石国一些重要人物, 让黄兜大乱, 这防不胜防。 他牙齿雪白, 嘴角微翘, 显得很无情。 你们才来吗? 一个冷漠的声音开口, 刹那间, 让两大尊者身体一僵, 全都惊悚, 那话语太清晰了, 想在耳边。 他们离石国都城还很远呢, 结果这么快就被人发现了, 太过可怕。 这是, 石国皇宫中有一道光束扫过这里, 他们无所遁形, 那是一枚眼睛, 可以洞彻石方, 正是石浩所掌握的那枚虫彤。 杀了你们, 我就可以上路, 去各轿走上一遭了。 石浩自语, 一步一步从皇宫踏着虚空, 来到高天上。 他斩了一位尊者, 自然知道都有谁要对付石族, 只晓有两大尊者在石国境内, 等候多时了。 这些话语很清晰, 响彻在石国上空, 惊动了很多修士。 那个人是谁? 人们看到一道朦胧的身影, 被光雾层层叠叠地包裹着, 似乎很年轻, 出现在高天上。 下一刻, 补天教还有小夕天的尊者惊悚, 他们看到了石浩的真容, 忍不住一声大叫, 跟见了鬼一眼。 怎么可能? 你, 还活着? 他们寒毛倒数, 见到石浩真身的刹那, 从头到脚都有寒气冒出, 这太惊人了。 一个分明死去的人, 全天下尽知, 怎么又活了? 走! 他们根本不想停留, 转身就走。 小时在线, 让他们心头颤抖, 根本没有决战的心思, 只想有多远跑多远。 是! 石浩的速度和其快, 昆蓬赤浮现, 昊昊昊昊出滔天神威, 拥有急速, 一下子就截断了他们的前路。 与此同时, 湛王、 冥王、 彭王等也都出现, 带着侍卫, 藤上高空, 声势浩大。 那个人是谁? 石国都城内许多人盯着石浩的身影, 惊疑不定, 那里光雾阴晕, 有些模糊, 觉得似曾相识。 杀! 两大尊者喝道, 小突围, 石浩双翅一阵, 轰然一声暴响, 阴阳二气流转, 如汪洋一般向前拍击而去, 当场震得他们口中喷血。 一瞬间而已, 战斗爆发, 刚猛而霸裂, 震动天地。 咔嚓! 才一交手, 小夕天的尊者就惨呼, 一双洁白金银的象牙被斩断, 落入石浩手中, 被他抛给了冥王等人。 你, 怎么还在世间? 白玉龙像不甘。 石皇, 究竟是怎么活过来的? 补天教的尊者心头悸动, 他实在不明白, 为何一个死人又出现了。 这句话一出, 石国皇城震动, 这则消息太过害人听闻, 让人难以置信。 想施展诅咒? 你不行, 石浩冷声道, 抬手间, 电芒如海, 噼里啪啦地扫过, 所有诅咒之力全部溃灭。 啊, 补天教的尊者惨叫, 半边身体焦黑? 这一战没有悬念, 先是白玉龙像被斩杀, 而后补天教的尊者头颅滚落, 鲜血流淌, 两大尊者全部毕命。 这是真的吗? 石国皇都那一片嘈杂, 小时在现, 惊动了所有人, 这跟神话一般, 太过惊人了。 消息传出, 整片石国大地震, 快速蔓延向远方。 也正是这一日, 各地有消息传来, 有人攻打几个大轿, 出手的分别是, 酸泥, 朱雀, 真黄等, 就是海上也有消息传来, 一头昆蓬将士, 追杀徽交尊者。 天下哗然, 这是怎么了? 我知道了, 也许小时真的复活了, 酸泥, 朱雀, 昆蓬等, 都是他的铃身啊。 有人恍然后, 震撼无比。 那真黄是怎么回事? 没听闻他修行过这等宝树啊? 这证明了一件事, 当初传言他情下月蝉仙子, 看来是真的, 从他那里得到了这种残缺的宝树。 这一日, 天下震动, 人们有些不太相信, 但是却不得不怀疑, 难道真是十号活着归来了? 这太震撼了, 举世皆境。 一个死去的少年至尊, 时隔一年多在线人间, 没有比这更离奇, 更加震撼世间的事件了。 真是小时嘛, 天哪, 发生了什么? 他居然活着在线了。 好疯狂, 一日间而已, 他出动几大灵声, 同时讨伐几个不朽的大教, 这是何等的霸气啊? 这是名副其实的君灵天下, 一人要对抗几个大教, 选择在同一日内出手, 在人们的怀疑中, 在人们的议论中, 各地沸腾。 与此同时, 十号的真身已经上路, 将前往各教, 要一一拜访, 君灵天下, 一艘清津战船, 长达数千丈, 横灌天空, 惊动了荒域很多船程。 这是十国的一艘神级战船, 渡过天宇, 要贯穿坚固的玉壁, 前往其他大域, 它散发着强大的威压。 这是前往哪一域, 十国要有大动作了。 此刻的荒域, 早已是一片喧嚣, 所有人都在猜测, 究竟是不是十号复活了, 到现在还没有定论, 也不知道有多少大势力关注, 此时见到镇国宝船出行, 让每一个人都心头一跳, 这艘船一般不会轻易用, 但要出事, 必然是国战, 讨伐一教, 一国。 据传, 这是十足上古年间的第一战船, 号角一响, 举国强者进出, 将会与敌决一死战, 奋出个结果。 十个多年, 很多人都已忘记了这艘古船, 而今在线, 它横贯苍宇, 将要讨伐哪一个不朽的船程, 或者古国。 破开玉壁了, 他们前往悬域了。 消息第一时间传出, 引发一片轰动, 这不可是做样子, 而是真的跨域而去, 要展开一场大讨伐。 青金战船穿梭虚空, 来到悬域, 自然引发一阵大乱, 许多人都很吃惊。 它极其壮阔, 已经从几千丈便大到了上万丈, 化作一个庞然大物, 挤压满天空, 如一座城池悬空。 十号站在船头, 俯视着下方的山川, 发丝飞扬, 面色平静, 眼睛轻亮, 衣衫烈烈作响。 在其身边, 还跟着湛王, 冥王, 鹏王, 更有数千侍卫, 实力雄厚, 不说其他。 单凭三大尊者, 就足以扫平一轿。 十都, 留下十号的一道铃声作镇, 无需担心。 其实, 根本不用出动这么多人, 只是既然决定出手。 征伐不朽的大轿, 想低调也不行了。 与其如此, 还不如站出赫赫神威, 震慑天下。 神级战船, 金属线条优美。 它最吸针的地方, 不是战力, 也不是防御。 而是速度, 拥有部分穿梭虚空的神能。 这种宝具极其罕有。 或许, 有的兵器能暂时撕开虚空, 但是想长时间这样穿行, 根本不可能。 布老山, 群峰巍峨, 紫气缭绕, 这是一处腾龙之地, 然而近年来却屡次遭捡。 十号选择的第一站地就是这里, 刚一临近, 便惊动守护山门的人。 看着那艘庞大的战船横空, 如一朵青云般压落, 所有人都觉得一阵压抑。 这是什么人, 要攻打我情族吗? 这引发惊呼, 有人快速向你去禀报。 与此同时, 不远处的一座山峰上, 十号的一道铃声张开了眼睛, 飞上青津大船, 回归十号的一口洞天中。 十号的几大铃声齐出, 这是唯一一个没有出手, 一直在山门外监视一切的铃声。 你们是, 十国的人马, 秦族的高层来了, 站在山门前方, 全都震动不已, 这是清静国力, 要来攻打布老山吗? 他们心中没底, 有些发怵, 而今的十国有数位尊者, 而他们却只有一个, 真要开战, 后果不堪设想。 我秦族自问, 没有得罪你等, 为何兵临山门前, 这样针对我们? 一位老者大声问道, 还用多说吗? 你秦族部分人, 与几大教勾结, 将各种消息透露给他们, 还想撇清吗? 战王开口, 声音轻朗, 他对秦族没有一点好感, 一年前十号倒在这里, 养伤之时, 被他们几次加害, 险些提前丢掉性命。 若非顾忌十子灵与秦一宁的面子, 当年他们就要出手了, 将这里推翻。 而这一次, 秦族虽然没有直接动手, 但是他们凭借同十子灵、 秦一宁、 秦浩, 以及十号的复杂关系, 得泄了一些十国的秘密, 透露了出去, 与几个大教勾结, 给予虚空经等。 你们血口喷燃! 一个老者手持紫金逐杖, 脸色阴晴不定, 这样说道, 你十国真以为自己, 有了几名尊者,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不过是才崛起而已, 五不老山威慑天下时, 你们还只能偏居一鱼呢。 一位老御赤道, 他眸光闪烁, 与其他人暗中传音, 决定先拖住这艘清津战船, 而后联系其他几个大教, 一起攻伐十国, 不然将来会成大患。 这个时候, 清津大船降落, 船头上雾矮散去, 一道身影显露, 面对不老山, 刹那间引发惊呼。 什么? 那是, 十号? 秦族山门前, 所有人都全都震惊, 一个个目瞪口呆, 不敢相信所见的这一切。 消息在荒语传播, 不老山只是刚听到一丝风声而已, 怎么可能会相信? 可现在, 一个活生生的人出现了? 不可能, 他死在了一年前, 一个老者大教, 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要知道, 他们比别人了解得更多。 秦一宁曾守在那个所谓的石村, 不肯去上见, 若是十号还活着, 他何至于此? 十号再次来到这里, 心中颇有感慨, 但面色平静, 什么话也没有说, 目光扫过秦族的高层。 所有人都心头发毛, 身体危了, 想到一年前的事, 他们无比害怕, 那个时候, 几乎害死了十号。 现在, 他居然活着出现了, 这绝对是一桩大火。 这个地方曾经被攻破, 护山神镇等都残缺了, 十族人不用担心什么, 平战王, 彭王等, 就足以攻进去。 你们该庆幸, 这一次没有做绝, 为你们自己留下一线生机。 冥王说道, 哦, 将镇教宝具交出? 不可能。 秦族一群人, 全都手持兵器, 心中腾起一股火气, 自古至今, 一向是他们威慑天下, 何曾被人这样杀上门来过? 与几大教勾结的人, 都要付出代价, 想活命, 立刻自费修为。 冥王说道, 另外, 一年前参与谋害石黄的人, 也请站出。 彭王补充, 一刹那间, 秦族众人又惊又怒, 火气腾腾, 强大如布老山, 居然落魄到这一步了吗? 被人威胁与警告, 我布老山岂容你们放肆, 一个中年人目光冰冷, 大声喝道, 区区一个衰败的布老山, 还想搅风搅雨, 你们还不明白自己的处境, 彭王开口, 让一群人顿时脸色赤红, 生出一股浴火。 曾几何时, 布老山竟已没落到了这一步, 被人这般轻视, 毫不放在眼中, 实在是让他们暮火中烧, 这是一种耻辱, 不说其他, 单凭今日识国来主动攻伐, 就已经等于删了他们一个大耳光。 昔日, 他们还想颠覆这一股国呢? 不曾想, 今日反过来了, 被打上门来, 逼迫他们妥协, 不然将遭打劫。 关闭山门, 开启大阵, 胆敢闯入者, 杀无赦。 布老山的尊者寒生说道, 下了命令, 情族的重要人物都退了回去, 他们觉得很窝囊, 要以大阵阻击, 让来犯者付出血的代价。 区区几座残缺的法阵, 也敢卖弄, 冥王大笑。 与此同时, 十号的发丝中, 霞光一闪, 打神师飞落了下去, 与三大尊者一同降临在山门前, 直接开始破阵。 什么? 情族众人惊呼, 几乎是片刻间, 山门轰然崩塌, 在打神师的指点下。 三大尊者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破开了山门, 将之掀翻。 这里烟尘四起, 乱石翻滚。 布老山的山门倒下, 这绝对是一件影响极其深远的大事, 居然有人敢这样做。 并且成功了! 杀! 布老山的尊者面色阴沉, 手持一件神灵法器, 顺息跃起, 相依仗手中的大杀器, 在第一时间击杀三大尊者。 然而, 他注定要失望了, 三大尊者手中各持有一件上古法器, 都是神明所留, 全都爆发光芒, 向前劈去。 你们等着, 只要我不死, 有朝一日, 必将灭掉施国。 他暗中发狠, 驾驭神灵法器, 就要顿入虚空。 这个时候石号动了, 大袖一挥, 轰隆一声, 宛若滔天汪洋在汹涌, 祭出石国的那口银色药顶, 直接将他笼罩。 你, 秦族的尊者失声惊叫, 就在这一刻, 他手中的法器脱离了掌控, 被那口顶收走。 与此同时, 石号的袍袖甩落下来, 将他积得大口咳血, 身子翻腾, 重新跌落回布老山, 根本逃不走。 湛王与彭王相视了一眼, 非常默契, 无情地催动手中的法器, 轰然落下, 击向布老山唯一的尊者。 这是神灵法器, 此时全面爆发, 霞光万丈, 锐采千条, 绚烂无比, 恐怖威力, 让许多人贪婪在地上。 不, 秦族的尊者大叫, 燃烧精血, 想要对抗, 并逃出去。 可惜, 在这等法器面前, 他的挣扎是徒劳的, 被两件法器扫中, 当场暴碎, 化成一片血雾, 形神俱灭。 两个老王淡然, 既然选择出手, 这位尊者怎么可能放过, 不然将来必然是大患。 接下来的战斗毫无悬念, 偌大的布老山已破落, 虽然曾经很辉煌, 但是现在连护山法阵都残缺了, 根本没有对抗的资本。 竟敢摸我石国, 一年前还想害死石皇, 与你们清算, 杀呀! 喊杀震天, 三大尊者带着十足的数千名后备高手, 禁止闯进布老山, 横扫这里, 但凡反抗者杀无赦。 这一役, 布老山被攻破, 高层全部覆灭, 死伤众多。 曾想害死石号的人, 都被三位老王找出, 全部斩掉, 勾结几个大教, 要对付石国的那些人, 也全部被击杀。 自这一战后, 秦族一蹶不振, 从圣地中除名, 在下界彻底没落, 再也没有崛起。 若非秦一宁是石号的母亲, 这一道统也许会被灭掉。 可惜, 战利品很少, 除却几件神灵法器, 其他诸如神料, 灵药等几乎没有, 因为当年都已经被小塔与不灭圣灵吃光了。 西方教, 补天教可不一般, 还不曾被人攻破过, 自古至今, 积累惊人, 一定有诸多神物。 彭王说道, 推荐一本书, 《武破摩天, 众神灵面, 人心蒙尘, 向九天借神戟》, 是我们的一位版主写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感觉好, 就请收藏支持下吧。 秦族内有一座很大的法镇, 十分宏大与繁傲, 有侍卫禀告, 经过审问, 石国众人得知, 这是一座超级传送镇, 可以跨域远行, 而刚才秦族有部分人借此逃走了, 前往补天教了? 那好, 我们也去, 正好借这座法镇前往。 十号道, 立刻开始行动, 号角响起, 青京战船启动, 船体发出蒙蒙光辉, 从这座超级传送镇离开, 很快便进入另一片大域中, 咒域, 浮原辽阔, 人口众多, 这里山河壮丽, 道统伶俐, 有很多门派, 当中最为出名的自然是补天教, 历史久远, 极尽辉煌, 号称不朽。 青京战船横渡虚空, 来到补天教的附近, 前方不时有白雾腾起, 有锐光绽放, 一座又一座山峰, 很飘渺。 此外, 那天穹上还悬有一些岛屿, 云征辖位, 从上面向下垂落银铺, 伴着圣洁气息, 看起来宛若仙境。 这就是补天教啊, 确实不凡。 石国众人惊叹, 前方正在发生大战, 剧烈波动传来, 如洪流从山中奔出, 发出隆隆雷鸣声, 地动山摇。 一只真黄横空, 通体灿烂, 羽翼鲜艳, 横舞虚空中, 带着强大的威能, 不断冲击补天教的山门。 在那里山石乱飞, 诸多符文闪烁, 护山大阵在发光, 许多强者如灵大敌, 全都躲在里面, 进行防御。 毫无疑问, 这是石浩的一道铃声, 先他一步而来, 锁定此地, 防止补天教的另一位尊尊者逃走。 山门竟已破损了, 若非是神级法阵守护, 早就被攻破了, 这个地方微能浩大无匹, 古文交织, 不断从山门内汹涌出来。 好强! 石族众人看得神识目眩, 石浩以一己之力, 堵在一个不朽传承的山门外。 这般攻击, 简直是神勇。 若是一般的人, 早就被赶走了, 或者被斩杀了。 哄! 一道犀利剑气冲出, 割裂高天, 长达数千丈, 可怕无比, 向那真黄劈去。 真黄横空, 迅速躲避了出去, 没有应接, 有尊者手持神灵法剑, 在针对他, 威势惊人。 众人心惊, 原来如此。 若非是这样的上古法宝所祖, 说不定石浩的这道灵声, 已经攻破山门杀了进去。 凤凰长鸣, 霞光万道, 他一个盘旋, 快速朝着青金战船飞来, 眨眼间没入石浩真身所开启的一口洞天内。 青金战船临近, 补天叫山门内众人簇眉, 全都感觉不妙, 他们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 方才布老山有些人从后山逃了进来。 你真是, 石浩? 里面传出喊声, 巨大的战船停稳, 青色光辉闪烁, 石浩站在船头, 向前俯视, 露出真身, 顿时引发一片惊呼声。 如同布老山众人的反应一样, 补天叫的这些修士漠不变色, 心中震撼无比, 居然还可以再见到小石。 这绝对非常糟糕, 早先还不相信, 那真黄是他的灵声, 现在再无疑问。 你们威胁我石国, 言称若是不将虚空熔炉送给你们, 将有血减。 石浩声音平淡, 无喜无忧, 这样问道。 所有人都变色, 这次踢到了铁板, 想要索取虚空熔炉, 进行逼压。 谁能想到, 石浩竟然复活, 这个时候回来。 这件事到此为止如何, 就此结果。 补天叫山门内传出这样的声音, 他们想和谈。 霸首, 就此结果。 石浩话语平静, 但是却在摇头, 当年该教就有尊者要杀他。 而这次更是要对付石国, 想将其覆灭, 不能忍受。 战王开口, 你们不是说, 石国将发生不祥, 会有血结吗? 今日我们阴节来了, 补天叫众人脸色难看, 被人逼上门来, 这一战绝对无法避免了。 最为让人惊悚的是, 石浩归来, 让他们不安。 好一个小时, 全天下人都以为你死去了, 不曾想, 你还能再现世间。 可惜啊, 现在真正绝天地通了, 无法向上禀告。 补天教众人很遗憾, 事实上, 就是告知上界也无用了, 再也没有神可以下来。 这样做, 只会让上界的人抓狂, 一个小修士破坏了他们的大忌, 偏偏还对付不了。 石浩, 可惜了, 你也上不去了, 天路已断。 补天教的尊者说道, 不劳你操心, 是你自己打开山门, 还是等我杀进去。 石浩冷漠开口, 虽然年龄不大, 但是却有一种大威严。 这种霸气的话语一出, 让十足数千名年轻人倍感激动。 而补天教众人则脸色难看, 觉得他太嚣张了, 有本事你就攻进来, 不过你若失败, 他日我们必然去识国拜访。 补天教内的强硬派威胁, 他们非常不甘, 自古至今, 谁敢这样攻打他们, 心中愤怒。 好, 我就杀进去给你们看。 石浩说道, 在虚空中脉步, 从青金战船上走出, 来到山门外。 是, 补天教内, 一道剑气恐怖无比, 这是真神法器所发出的, 长达万丈, 一下子就劈了过来, 袭杀石浩。 石浩无拘, 抬手间, 一座银色小鼎出现掌心中, 低溜溜转动, 而后开始吞噬剑气, 全部化解。 去! 他一声轻斥, 以此小鼎轰击山门, 伴着滔天的神光, 这个地方暴碎。 同样为尊者, 但是所施展出的威能, 却截然不同。 石浩手持银色小鼎, 一击而已, 就将山门阵裂。 什么? 补天教众人心惊? 裂阵! 石浩一声大喝, 在其背后, 接连数剑法器出现, 都是自石国内裤中带出的, 散发神威, 全为神级法器。 常人驾驭一剑, 就狠了不得了。 而他却一下子催动武剑, 散发无量神光, 一下子淹没了天地。 哄! 下一刻, 山门暴碎, 瞬间被轰成鸡粉, 所谓护山法阵全面瓦解, 不复存在。 退! 里面的人大叫, 守护山门的强者, 全都飞快逃顿, 有些人慢了一步, 被神光扫中, 当成化为截灰。 十号, 你真要与我交不死不休吗? 里面传出贺问声, 是你们与我不死不休, 我来满足你们的愿望。 十号回应, 杀! 后方, 湛王, 彭王, 明王带着数千年轻高手一起大喊, 升阵天地, 让整片补天圣地都一阵摇动。 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号称不朽的补天教被人攻破山门, 要杀进去了。 锁魔阵, 开启! 补天教内有人大喝, 激活了一片古老的大阵, 阻挡十号的步伐。 给我破! 十号爆发, 满头黑发乱舞, 浑身符文密布, 催动五件神灵法器, 将它们打入那座大阵中, 以强大的力量摧毁。 这五件法器很有讲究, 对应五行, 是他特意挑选出来的, 经他催动, 神光无穷, 一下子没入大阵中, 强行定住此阵。 一瞬间而已, 十号冲了进去, 抬手间, 符文如海, 全面爆发, 将被定住的大阵轰得暴碎, 彻底瓦解。 这拥有一种暴力美感。 补天教一些强者口吐鲜血, 来不及避退, 全部在此解体, 成片的人浮尸, 退回忠心圣地, 激活所有法阵。 补天教的尊者贺后, 他十分焦急, 十号的强大超出想象, 那五件法器, 是专门为破阵而准备的。 十皇无敌! 后方, 数千年轻子弟大喊, 声音如雷鸣, 震动补天教, 气势大盛, 清津战船已经开了进来。 与此同时, 补天教众人失落, 曾经的辉煌, 今日遭错, 让他们很不甘。 在接下来的一路上, 十号祭出五件神灵法器, 在打神师的指点下, 势如破竹, 就像刚才那般, 再次破开三座上古法阵, 所向披靡。 怎么会这样? 补天教的尊者极了, 照这样下去, 补天教下界的道统, 注定要被人横扫。 很快, 他们注意到, 十号法司中那块石头太过非凡, 对法阵的了解超乎想象, 可以轻易寻到弱点。 再加上十号的强大, 以及手持真正的神器, 足以破解掉那些古阵, 根本拦不住他们。 哄! 第八座上古法阵崩碎, 被五件神灵法器击穿, 这个地方烟尘滔天, 一片狼藉, 所有人都进入补天阵。 那名尊者大喊, 事实上不用他多说, 所有人都逃进了中心地, 躲在当中。 这个地方花香鸟语, 家母葱龙, 林药遍地, 特别是与高天上悬浮的几座岛屿, 连为一个整体, 相互间有浮温流转, 组成了一座绝世大阵。 这法阵好恐怖, 我破不开, 看不透。 打神时为难, 都已经杀到了这里, 不能半途而废。 十号说道, 他下定决心, 要掀翻补天教。 这里是圣土, 要填成片, 芬芳无比。 而那虚空中的几座岛屿, 更是发光, 林草更多, 此外还有林泉等, 鼓鼓而涌, 争腾仙气。 咦? 有破绽? 这座大阵是残缺的, 没有布置完成, 有一丝漏洞。 打神时惊喜, 事实上是, 补天阵太过繁复, 一旦损毁, 下届的人根本不可能修复, 在漫长的岁月中, 早有部分法阵破损。 好, 破开。 十号道, 我需要时间, 最起码要七日以上。 打神时道, 围困补天教, 不要放他们逃走。 十号下令, 清京战船横空, 战王、 彭王、 冥王带领数千年轻高手, 封锁四方。 与此同时, 十号开启十大洞天, 将几道铃声放出, 让他们前往西方教等地, 进一步叮嘱。 这一日, 消息传开, 十号复活是真的, 震动天气。 天哪, 简直让人难以相信, 他居然还活着, 小时要逆天了吗? 天下哗然, 所有人都震撼无比。 布老山被十号攻破了, 他带领十国强者, 横扫了那里。 这一战绩, 自然迅速传遍了天下, 引发一场大轰动, 举世皆颤。 那可是一个圣地啊, 就这样被掀翻了。 除此之外, 十号率中攻打补天教, 将这里围困的消息, 也在第一时间传了出去, 让人愕然。 一日内, 连攻两大圣地, 这跟神话一般。 并且, 人们很快知道, 他的那些铃声也都在行动, 堵在不朽大轿的山门外, 进行攻打。 小师父声, 果然绝业啊! 他一个人, 要攻打全天下所有圣地吗? 这一日, 世间沸腾, 十号的举动太疯狂了, 让人震惊。 人们知道, 这些大教都曾经针对他与十国, 现在十号归来, 无比果决, 要一一推翻。 时间流逝, 一日, 两日。 第八日, 捕天教大战瓦解, 十号杀了进去, 神威盖世, 昆蓬赤山洞, 爆发出一缕混沌器, 将那位尊者活活震碎。 捕天教被攻破, 彻底掀翻, 全天下人都张口结舌, 难以说出话来, 这太惊人了。 不得不说, 捕天教底蕴深厚, 积淀丰厚, 那宝库中神料成堆, 远胜十国的内库。 而几块药田内, 更是灵草遍地, 全都是上了年份的老药, 而且还有一些西式奇药, 寻遍天下, 也没有多少株。 这一次, 没有小塔, 也无不灭生灵, 无论是神料, 还是灵药等, 都不会被遭见了。 湛王, 彭王, 明王颤抖, 十足数千年轻高手, 更是不敢相信, 不断向青津战船上搬运, 如同在梦幻中。 除却几件特别强大的法器外, 十号最看重的, 就这几块药田, 将土壤等全部挖起, 这是要全面移栽。 这比十号过去见到的灵药 加在一起都要多, 瑞霞澎湃, 光雾阴晕, 站在药田中, 浑身毛孔舒张, 不用修行, 就有灵气涌进去。 这一战, 补天教衰败, 高层被一网打尽, 近乎从下界除名, 又一个圣敌被掀翻了。 而在此过程中, 十号的昆鹏凌身回归, 除却带回来灰礁尊者的头颅, 以及海魔族尊者的尸体外, 还有诸多海底宝藏。 这一消息惊世, 十号出动一道凌身而已, 就将北海的两大强族击败, 破了他们的洞府, 这实在让人心颤。 全天下人都在议论, 小时逆天归来, 无人可挡。 同一日, 清津战船杀向西方教, 连破大阵。 而后被祖中心大阵外, 又一次开始围困。 西方教多半也撑不住。 这是人们的判断, 十号太强势了, 横推天下, 简直战无不克, 人们不看好西方教。 十二日后, 西方教最后的大阵被破开, 十号杀了进去, 勇猛无敌, 接连击杀该教两大尊者, 横扫了此地。 这就是金刚叶吗? 战王激动到发抖, 他发现一座神池, 当中满是宝叶, 散发出奇异的香气。 没错, 正是金刚叶, 乃是炼体的极致宝叶。 彭王点头, 这是在一座灵山的古殿中发现的, 神池不足一米剑方, 当中宝叶灿烂, 并放着一杆降魔宝楚, 进行镇压。 西方教内药田成片, 不比补天较少, 但是相对来说, 这金刚叶更为惊人, 最为难得的是, 还寻到了配方。 太好了, 这种药方, 将来可以让我十足更加强大。 冥王激动, 便是十号也动容, 这绝对是一种无价古方。 除此之外, 西方教内各种宝具, 药草等多不胜数, 让人惊叹, 不愧是不朽的大教。 十号归来, 连西方教都被攻克了, 这种战绩, 简直像是一个神话, 全天下人都震撼, 所有人都在一轮。 月底, 兄弟姐妹们, 有票不要留着了, 这个月马上就要过去了, 请将最后的票投来吧。